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 好,今天我们把握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在场的委员跟与会的首长 那么今天讨论的基金呢,上次的会议已经寻达结束 现在进行审查,审查程序如下 作业基金就业务计划,业务收支,卸缴国库进额转投资计划 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国库增播基金额及侦办预算等部分 特别收入基金就业务计划基金来源用途以及余处解缴国库等部分逐项审查 现在请宣读今日审查项目以及委员的提案 宣读完毕之后,我们再进行协商 中华民国105年度中,政府总预算和经济部主管副主单位预算 非业部分经济作业基金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99亿1595万3千元 业务总支出92亿8628万元 本期剩余6亿2967万3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3亿5617万5千元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补办预算3764万4千元 作业基金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15亿705万3千元 业务总支出13亿1207万9千元 本期剩余2亿5797万4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亿9162万4千元 国库增播基金金额无列数,补办预算部分 3764万4千元 二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82亿8465万6千元 业务总支出74亿13319000元 本期剩余817133万7千元 卸缴国库金额无列数,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亿6455万1千元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 第三,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6124万4千元 业务总支出516008万2千元 本期短处419963万8千元 卸缴国库金额无列数 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固定资产之建设国庄改良无列数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 水资源作业基金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73亿8060万1千元 业务总支出82亿3563万元 本期短处815502万9千元 卸缴国库金额无列数 转投资计划部分 20亿4800万元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收 23亿7920万2千元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 水资源作业基金 个别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73亿7810万1千元 业务总支出82亿3313万元 本期短处815502万9千元 卸缴国库金额无列数 转投资计划部分 214800万元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 23亿7920万2千元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 温泉事业发展基金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业务总收入250万元 业务总支出250万元 本期余数无列数 卸缴国库无列数 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 无列数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 经济特别收入基金 又计划部分请参阅 基金来源 197亿6629万元 基金用途236亿 6830万8千元 本期短处39亿 201万8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基金特别收入 推广贸易基金 又计划部分请参阅 基金来源 74亿6837万5000元 基金用途 92亿7750万3000元 本期短处 18亿912万8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第二 能源基金研究发展 能源研究发展基金 研究计划部分请参阅 基金来源 216352万3000元 基金用途23亿 6371万9千元 本期短处 3亿019万6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30亿基金 计划部分请参阅 基金来源 45亿6984万2000元 基金用途 57亿6483万6千元 本期短处 11亿9494万4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 基金来源 56亿6455万元 基金用途 62亿6225万元 本期短处 5亿9770万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核能发电后端 营运基金 业务来源请参阅 基金来源 108亿4994万1000元 基金用途 44亿7611万7千元 本期剩余 63亿7382万4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地方产业发展基金 业务计划参阅 基金来源 2亿4553万4千元 基金用途 3亿9590万9千元 本期短处 1亿5千039万5千元 卸缴国库无列数 宣读委员提案 第一案 众所企业发展基金 业务收入 增列五百万元 高智鹏等委员 第二案 业务成本 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 第二案 业务成本与费用 减列三千万元 苏联金等委 第三案 劳务成本 减列两千万元 苏联金等三人 第四案 消货成本 减列一百万元 苏联金等三人 出租资产成本 减列一百万元 苏联金等三人 服务费用 限较水电费 减列五百万元 业务金等三人 服务费用 修理保佑及保固费 减列一千万元 业务金等三人 第八案 服务费用 专业服务费 减列两千万元 业务金等三人 第九案 材料及用品费 减列一百万 业务金等三人 第二案 第二 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 第十案 总支出减结 两千万元 减列一等三人 十一案 业务成本与费用 减列百分之二 苏联金等三人 第十二案 务务成本 服务费用 减列两千万元 业务金等三人 第十三案 务务成本材料及用品费 减列两百万元 业务金等三人 十四案 务务成本折旧 折旧 折旧 及摊销 向下 砸上设备折旧 减列两百万元 高智鹏等三人 第十五案 投入之业务成本 减列三千万元 苏联金等三人 第十六案 管理及总物费支出 减列一百万 一千万元 苏联金等三人 第十七案 务务成本 冻结两千万 苏联金等四人 第十八案 投资业务成本 冻结两百万元 苏联金等三人 第十九案 请经济部 交通出口区 应加强强化 投资计划之审查 与最终机制 积极辅导 低度利用之厂商 四出厂房 并将尊重办理 请请于三个员内 向立法案基地 委员会做专案报告 苏联金等三人 第十案 请经济部 应针对交通出口区 老旧园区 容积率偏低 影响园区土地利用 强度及使用 效益问题 向立法案基地委员会 提专案报告 苏联金等三人 第十一案 要求基地部 加强投资计划之审查 有缺终并进行 辅导低度利用之厂商 四出原期 以强化 交通出口区 园区土地及厂房 之合理运用 缺运等三人 第十二案 调求基地部 交通出口区处理 重新检讨土地利用计划 并提出改善方案 高智鹏等三人 第二十三案 要求基地部 加工出口区 管理处 应加强 以招商 确定至投资厂商 如期进驻 并持续追踪调查 高智鹏等三人 第二十四案 经济部 于一百零零零度 推动建构 加工区 优质投资环境 原区老旧厂房 再新计划 要求基地部 加工出口区 管理处 加强 加工出口 原区一支再新工作 以解决厂商 用地之需求 高智鹏等三人 第二十五案 加工出口区 作业基地 小校各项 原区土地资源 有限多数 原区现况 容金率低于法定 容金率 因此要求基地部 加工出口区 管理处 针对各个加工出口区 容金率偏低 请勤积极改善 以应用方案 高智鹏等三人 第二十六案 要求基地部 加工出口区 管理处 加强招商工作 完善投资环境 以利国家 经济发展 高智鹏等三人 第二十七案 由建议 产业研究 开发管理基金 所辖 大原工业区 等十九座污水 处理 103年度 因为确实操作 及管理污水 设备 而履造环保 机关开发 经济部工业局 确实追踪 所辖污水 处理厂置 操作管理问题 并尽速淹抹 改善淤泥 去化管道 与最终处置 设施 数量性等三人 第二十八案 由建议 产业研究 开发经济 至九十一年度 其办理工业区 土地租金 优惠调整措施 因厂商成租后 于九月四至 一百零三年间 退租 导致 闲置 闲置土地 以及厂房 高达面积 二十七点七七公顷 经济部工业局 应积极检讨 该方案 后续处理情形 并严明 具体改善措施 向立法经济委员 提出专案报告 数量性等三人 土地及厂房 闲置率达 二十七点七七公顷 相关的投资成本 也高达三十二亿 要求经济部 于一个月内 严理 具体改善 输出送交易 法院经济委员会 丘益等三人 第三十案 成员区开发 管理基金 一百零四年度 至七月底 催收款项 科目 余额既有两亿 两千六百 一十万三千元 要求经济部工业区 加强激吹厂商之欠费 高志棚等三人 第三十一案 成员区开发 管理基金 辖下部分工业区 排水 废水 未符合放流 标准或未达 规定申报水费 水量及监测 资料等因素 理招环保金管开发 金额高达 二千三百六十一万 原子要求 进一步工业区 提出改善措施 高志棚等三人 第三十一案 成员区开发 管理基金 至九十一年起 办理工业区 土地优质 租金优惠 调整措施 后应厂商退出 而衍生相关争议 为退出后 闲置土地及厂房 面积高到 二十七点七七公斤 投资成本高 达三十二亿 三百八十七万元 原子要求 进一步工业局 检讨应应方案 高志棚等三人 三十三案 成员人区开发 管理基金 下下的云林 离岛工业区 新兴区因厂商 投资计划 中止或受 环平程序延宕 要求进一步工业局 提出应应方案 高志棚等三个 第三十四案 在台投资企业 长因工业用地取得困难 以致降低 投资意愿原始 提案要求进一步工业局 提出应应方案 高志棚等三人 第三十五案 目前企业在台 投资长因工业用地取得困难 要求进一步研磨 解决对策 以提高土地利用 成员人等三人 三十六案 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 至八十年度起 资源办理专案贷款 查至一百零三年底 该长期贷款 仅仅只有 两千八百五十一万五千元 基地部中小企业处 应积极检讨现行贷款机制 苏正清等三人 第三十七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创业预成信托 信托投资专户 委托华阳开发中华 开发创新工业 赵峰商银级 台湾预成等五家公司 投资实际拨付 十五亿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七千元 截至一百零三年底 以累计亏损 两亿七千五百零八万三千元 该基金部分确实检讨 其委托投资 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估 并针对投资策略 适当严重亏损者 具体严理并执行退场机制 苏正清等三人 第三十八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年年发生巨额短处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因审慎检讨该基金 预算配置及财务二化问题 苏正清等三人 第三十九万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一百零五年度预算 业务成本级 费用是业务收入的十一倍 造成四亿九千九百六三万八千元之巨额短处 要求经济部做案 又上述问题 继续研讨 苏正清等三人 第四十案 中小企业 创业预成信托 投资专户于 九十二次九十三年度 陆续委托 兆丰银行等五家 管理顾问公司 办理投资 按之评估及管理作业 决至一百零三年度 起实际剥复 十五亿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七千元 亏损 累计高达两亿七千五百零八万三千元 投资绩效险欠佳 请经济部于 一个月内做出检讨 改善报告 宋建立环 经济委员 邱盈等三人 四十一案 要求经济部中小企业 及推广长期贷款计划 并重新检讨放款机制 以利企业整体发展 高志鹏等三人 第四十二案 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预成各中心 营运后厂商租金等收入 上不足以支应实际支出 六 育成中心 新建成本庞大 营运长期亏损 造成政府负担 原始要求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 针对各育成中心 是营运提出检讨报告 高志鹏等三人 第四十三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委托黄洋开发等 五家公司 从事投资 截至103年度 及累计高达 两亿七千五百 两亿七千五百零八万三千元 要求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严理加强改善 高志鹏等三人 第四十四案 企业发展基金 财务状况检讨 宋教立法案基金委员会 赵志鹏等三人 第四十五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105年度贷款 继七亿元 为查该基金 之81年度 起资源办理专案贷款 截至103年底 长期贷款之贷出 余额仅有2851万5千元 为免影响政府 协助弱势中小企业之每亿 因检讨相关措施 杨琼英等四人 第四十六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今年年发生短处累计 而短处未来恐需 折减基金 或由公务预算编列填补 且105年度 预算高 短处高达4亿9963万8千元 105年12月31日 预计累计短处高达 27亿4697万元 要求检讨改善 并将检讨报告 宋教立法案基金委会 陈明文等三人 第四十七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信托投资80家中小企业 已处分36家 尚未完成44家 前续尚未完成44家中 或全数认列损失 或连续三年亏损 或亏损 占实际资本预办数 投资绩效签加 要求建立退场机制 以减少投资短处 陈明文等三人 第四十八案 业务总收入 增列五亿元 秋盈等三人 四十九案 服务费向下旅运费 减列500万元 招之棚等三人 第五十案 售电成本 相当一般服务费 减列1500万 陈明文等三人 第五十一案 售电成本 相当一般服务费 减列1000万元 高之棚等三人 第五十二案 售电成本 相当一般服务费 减冻减2000万元 秋盈等三人 五十三案 行销及业务费 相当业务费用 减列1500万元 陈明文等三人 第五十四案 管理及总务费用 减列2000万元 苏丁清等三人 第五十五案 建议经济部将温泉取用费 提拨收入 纳务母切金管理应用 减并为水资源 助业基金之内部 作业单位 统筹管理 并于三个月内向 建议委会提出 专案报告 业经理等三人 第五十六案 水资源助业基金 105年度 售电成本 相当一般服务费 2亿 2500万 四万八千元 占售电成本 之56.05% 主要是支援 水利署 北区及南区水资源局 所属 10名水库 去政策 电厂营运 委托民间管理 故于严密 将相关业务 委外办理时 不宜涉及 核心业务范畴 请经济部三个月内 向你立法院 基金委提出 专案报告 业经理等三人 57案 温泉事业 发展基金业务单纯 且预算公模较小 又与水资源 出业基金 限制相继 却仍以个别 分基金方式存在 不仅有为 预算法律法规 并且增加审查成本 冤析要求 经济部水利署 检讨该设置基金 高智鹏等三人 第五十八案 水资源作业基金 至九十五年度 至103年度 先有支出 超出预算的情形 五年金额高到 四十二亿三千 四百四十九万一千元 要求经济部水利署 针对过去 频繁超支 并绝算之情形 提出说明 高智鹏等三人 五十九案 水资源作业基金 历年常有 本期剩余人处 预算数低劣之情形 主要原因为 各年度收入低估 费用高估 导致剩余决算 差而胜去 显见 编列未进详时 预算编列流于形式 要求经济部水利署 全面检讨 预算编列应确实 高智鹏委等三人 第六十案 水资源作业 一百零五年度 预算办理 这门南化 乌山头水库 治理及稳定 南部地区供水 等相关工作为 该预算 未以专案计划 性编列不利 整体计划 推行亦不利预算的审查 要求经济部水利署 将该项业务 改以专案方计划 或方式编列预算 高智鹏等三人六十一案 水资源保育 与回馈部分经费 未依规定用于 水源保育相关之项目 与业务 有博专案款 专用精神 要求水利署 尽快研磨改善措施 以提升水资源应用效率 丘艺莹等三人 第六十案 经济部语音 �ˇ速检讨 温泉事业 发展基金是设置于运作 将温泉取用费 拨入收入 纳无母基金管理 要求经济部 针对分基金是设置于运作 提出具体检讨报告 并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丘艺莹等三人 第六十三案 牛件于水资源 助克基金超资 并决访 既已成常态 该基金加控管 预算及追踪 改善意志 就各项评估预算目标差异情形 审核分析其原因并调整收支情况 避免预算编列流于形式 苏林青点三年第六十四案 一百零五年度受电成本向下编列 一般服务费两亿五千五百 两亿两千五百亿四万八千元 再受电成本之百分之五十六点零五 主要是支援水利署北区及南区水支援局 所属石门及周恩电厂 营业入委外民间经营管理 请经营部水利署应就 该基金将受电业务委外办理 这必要性及委外业务成效 评估机制于两个月内 向立法案经历委员提出专案报告 苏林青等三人 第六十一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冻结十分之一 杨琼英等四人 六十六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冻结三千万人秋运营等三人 第六十七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限上服务费旅运费 减列五百万人 高志鹏等三人 第六十八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服务费旅运费 简列五百万人 业精英等三人 第六十七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服务费 印刷装定及广告费 简列两千万人 业精英等三人 第七十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服务费 印刷装定及广告费 简列五百万人 高志鹏等三人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服务费 专业服务费 简列一亿五千万人 业精英等三人 第七十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服务费用 专业服务费 冻结五分之一 业精英等三人 第七十三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捐补助与奖助 简列三千万人 业精英等三人 第七十四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捐助个别厂商及输出 入相关同业工会办理 推广贸易业务 冻结三千万人 苏精英等三人 第七十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捐助个别厂商及输出 入相关同业工会办理 推广贸易业务 捐助个别厂商 赴海外参加国际 载满业务 冻结两千万人 成名人等三人 第七十六案 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其他支出 邀请各国重要 经贸人士及工商团体来台 冻结四分之一 业精英等三人 第七十七案 新建国家会馆中心 简列二十五亿 三千七百九 九万一千元 业精英等四人 七十八案 新建国家会展中心 冻结三亿 业成名人等三人 第七十九案 新建国家会展中心 冻结三分之三 苏联青等三人 第八十案 一般行政管理计划 用文费用 简列五百万人 丘运行等三人 八十一案 财产收入 全力金收入 增列五百万人 业精英等三人 八十二案 能源研究发展工作计划 专业服务费 冻结两千万人 苏联青等三人 第八十三案 能源研究发展工作计划 专业服务费 能源研究成果 推动与宣传 简列五千万人 成名人等三人 第八十四案 能源研究发展工作计划 工业节能决策资源 与能源查核 辅导计划 简列三千两百万人 成名人等三人 第八十万 能源研究发展工作计划 工业节能决策资源 与能源查核 辅导计划 简列一千万人 高志鹏等三人 第八十六案 能源研究发展工作计划 捐助补助与奖助 冻结 一千万元苏联青等三人 八十七案 政府除油石油开发 及技术研究 捐助补助与奖助 冻结五千万元苏联青等三人 第八十八案 政府除油石油开发 与技术研究计划 捐助补助与奖助 向下办理太阳能热水系统推广 冻结五千万元 成名人等三人 第八十九案 政府除油石油开发 与技术 及技术研究计划 捐助补助与奖助 向下 奖励石油及天然气 探勘开发补助 简历五分之一 并冻结五分之一 业精灵等三人 第九十案 政府除油石油开发 及技术研究计划 剩下办理电动车 示范运行补助 简历三千万元 千亿等三人 第九十一案 政府除油石油开发 及技术研究计划 剩下办理电动车 示范运行补助 简历一千五百万元 高次棚等三人 第九十案 政府除油石油开发 及技术研究计划 剩下办理电动车 示范运行补助 冻结一亿元 陈明文等三人 第九十三案 再生能源推广计划 捐助补助与奖助 冻结两亿元 陈明文等三人 九十四案 再生能源推广计划 捐助补助与奖助 再生能源 示范补助局推广利用 冻结三千万元 陈明文等三人 第九十五案 本院审议100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审查报告 对于经济部主管部分 亦作成通案决议要求 基金聘雇人员 之依据原请 国贸局依据 北院决议落实 该基金配置专任 人员之合理性与效益序 一个月的向经济委员会 提出专案报告 孙力金等三人 第九十六案 目前部分新兴市场 海外商务中心 使用前年并不踊跃 诸多据典之独立办公室 收费办公室或短处 或短期免费办公室 尚无使用加次 国贸局显示 因积极强化相关推广措施 有效鼓励厂商 运用各该海外商务中心资源 以充分发挥 协助厂商市场 拓销之效益 孙力金等三人 九十七案 查自一百二零一五年起 我国贸易又遭 印尼及印度调高消费品 进口关税 或提出反倾销防卫等 不利贸易措施 国贸局却未能及时应应 何有未当 原请国贸局 加强检讨其办理高层 多工人经贸访问团 及拓销之实施效益 苏联清等三人 第九十八案 鉴于我国一百零四年度 出口表现持续二化之困境 要求国贸局 应就各项贸易推广工作 计划执行成交进行检讨 强化我国出口竞争力 高之鹏等三人 九十九案 推广贸易基金 一百零五年度编列 新建国家会展中心计划 经费三十三亿八千一百二十九万 二十五万九千元 新建南港二管 该计划预计于 一百零五年四月完工 八月验收移交 唯一目前持续进度建筑工程 与积电工程多位完成 四难于期限内完工 要求国贸局 应加强计划控管机制 以改善工程 履荡 与延荡问题 高之鹏等三人 第一百案 推广贸易基金 一百零五年度编列 捐助个别厂商 及输出入相关同业工会 办理推广贸易业务 经费八一三千万元 其中捐助个别厂商 赴海外参加国际展览业务 为两亿元 另编列委托办理捐助 法人团体或商号 参加国际展览业务计划 经费一千万元 委托办理相关申请 及审核作业 为一百年至 一百零四年八月底 该计划捐助国内厂商 赴海外参加国际展览情形 厂商申请补助 经核定后 又取消之建筑 偏多造成审查资源浪费 要求国贸局 应加强审查 申请审核机制 改善执行成效 高之鹏等三人 第一百零一案 推广贸易基地 106编列 委托办理海外据点 业务拓展工作计划 经费八千三百五十万 三千元 系设立及 营运全球六十个海外办事处 及据点 为餐具海外商务中心 一百零四年度 截至八月底 使用前情 人未踴躍 原此提案 要求国贸及积极 鼓励厂商充分 应用各个海外厂商商 商务中心资源 高之鹏等三人 第一百零一案 根据财政部统计 至104年八月底 我国出口已连续七月衰退 连续三个月出现 两位数字衰退 显未见转正迹象 累计较去年同期出口 减幅8.8% 创金融海啸以来 最大跌幅 要求研磨改善计划 强化我国出口竞争力 成本有点三人 第一百零一案 要求人员局 针对推动工业 大户节能 节电效果不张 积极检讨 研磨改善 高之鹏等三人 104案 第二要求人员局 应鼓励各县市政府 继续参与竞善 并就各县市所提出计划 论有详家审核 以充分发挥计划成效 高之鹏等三人 第105案 要求人员局 应配合天然气中长期需求 现况滚动 调整我国天然气中长期需求 推估衣服时效 高之鹏等三人 第106案 人员管理法第五条之一 规定由中央主管机关 就综合电业石油炼制业 及石油输入业 每年经营能源业务收入 之千分之五范围的取收 电价之计算公司 台队相关费用 经过列入计价成本 因此要求进入部 重新检讨台电负担 能源研究发展基因之 费率及其他事业 缴交电能或石油基金 费率之合理性 业绩利等三人 第107案 第二要求石油基金 应针对补助工业局 办理电动示范 运行补助预算 执行率及补助情形 不加之情形 进行检讨 高智鹏等三人 第108案 鉴于澎湖低碳 鉴于澎湖低碳岛计划 为我国第一个结合 各种低碳技术 及能源指标信力 其主要诉求在于 再生能源占达五成以上 但却无法按原定计划达成 原要求相关机关 进行检讨改善 经济部各应提出 计划延岛之检讨报告 其改善措施上 本月经济委会提出 专案报告 高智鹏等三人 109万基地部 103年1月16日 订立小型风力 发电系统 示范奖励办法 亦无法促使 各县市提出申请 衔件 现行风力发电 示范奖励 及电价补助计划 皆需重新检讨 方便有效促进 我国风力发电 发展 出电群等三人 第110案 再生人员发展 发展机率 105年度 再生人员 推广计划 向下捐助 补助与 奖助 共计 62亿 225万元 其中包含建筑 整合型 太阳光电 发电设备 示范奖励 730万元 维查该计划 自99年 推动自103年底 设置 仅实建 计划执行率 过于低落 其推动不力 或可 因就于 BIPV定义局 建造形式 难以了解 男人员局 加强宣导外 更应落实 检讨 事项计划 申请或 申请流程 过于 过于繁琐 苏正清等三人 提案 第111案 针对再生人员 是推动 更应积极 更应采行 基地做法 提案要求 主管机关 加强办理 新一新再生人员 示范奖励 并将检讨及 改善报告送交 经济委员会 圈运点三人 第112案 提案要求 能源及加强宣导 BIPV1 应简化民众申请流程 高智鹏等三人 第113案 要求能源及加速 推动各类 新新再生人员 计划之开发 以达到再生 能源之供应来源 高智鹏等三人 第114案 要求能源及应加强 办理风力发电 示范奖励 及电价补贴计划 并检讨相关计划 推动不利之处 高智鹏等三人 第115案 印刷装订与广告费 向下业务费宣传费 简列5000万 成员等三人 116案 印刷装订与广告费 向下业务宣导费 简列5000万 于苏联青等三人 117案 印刷装订与广告费 业务宣传费 简列1500万 于高智鹏等三人 118案 印刷装订与广告费 向下业务宣导费 简列1000万 于苏联青等三人 119万 捐助补助与奖助 冻结五分之一 苏联青等三人 第120案 低放射性废弃物 最终处理计划 冻结3000万 苏联青等三人 第121案 低放射性废弃物 最终处理计划 服务费用 向下印刷 中例广告费 简列2000万 于高智鹏等三人 第120案 用过盒子燃料 除存计划 简列2000万 苏联青等三人 第120案 用过盒子燃料 除存计划 向下服务费 专业服务费 简列500万 高智鹏等三人 第120案 用过盒子燃料 除存计划 上下委托调查 用过盒子燃料 干涉 除存密封 钢筒 盐物 腐蚀 烈化 监测 与防治技术研究 经费 全数删除 成名人等6人 第125案 用过盒子燃料 除存计划 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及非理财目的 长期投资 简列1分 并冻结其余数 成名人等6人 逆126案 用过盒子燃料 最终处置 及再处理计划 向下办理 用过盒子燃料 小规模 国外再处理业务 预算全数删除 成名人等3人 第127案 用过盒子燃料 最终处置 及再处理计划 向下工程 及管理咨询服务费 预算全数删除 成名人等6人 128案 用过盒子燃料 最终处置 及再处理计划 向下 潜在处置 母研 特性调查专案 研究费 全数动除 成名人等6人 第129案 用过盒子燃料 最终处置 及再处理计划 向下 委托调查 潜在 处置母研 特性调查 与评估阶段 向下 发展功能及 安全评估技术 预算全数冻结 成名人等6人 第133案 用过盒子燃料 最终处置 及再处理计划 向下 办理用过盒子燃料 小规模 国外再处理业务 全数删除 高智鹏等3人 决议 131案 第2 建计 核后端基金管理 应先现行 回馈要点 更具体定定 回馈 经运用条件 及原则 并督促受补助 单位配合 办理回馈 经受查事项 高智鹏等3人 第134案 要求台电公司 应重新检讨 核后端基金 之提拨率 确实反映 未来核能发电 之储益成本 并将检查 包括送交 立法院经理委员会 高智鹏等3人 第133案 地方产业发展基金 上项专业服务费 简历500万 高智鹏等3人 第134案 地方产业发展计划 上下 一 地方产业发展 及产品行销需求 办理相关产业辅导 通路拓展 产品行销推展计划 冻结50万 产品人 第135案 地方产业发展计划 补助地方产业发展 及行销等相关计划 冻结2000万 陈明文等3人 第136案 应在积极扩大 OTOP通路标章 授权使用之普及化 尤其是目前电子商务市场 蓬勃发展 更应强化 OPOT通路标章 之虚拟通路授权 苏联金等3人 137案 基地步众的 企业处 因横着网林 关键绩效指标 实际达成 情形 积极检讨 该基金 105年度 绩效指标价值 苏联金等3人 第138案 地方产业发展 基金未能有效改善 基金恶化情况 恐影响基金未来运作 基地步众的 企业处 应合理规划 财务改善方案 苏联金等3人 第139案 地方产业发展 基金未能有效改善 基金财务 142为有效衡量 地方产业发展 相关辅导或辅导计划 成交并横着网林 关键绩效 有效指标 关键达成 情形 要求地方产业发展 基金应设计 更积极之目标价值 苏高志鹏委员等 3人第141案 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引导产业 永续发展 要求基金不应 针对地方产业发展 基金辅导作业运用 进行检讨 以达成有效辅助 地方特色 自产自销之发展目标 高志鹏委员等3人 第142案 要求地方产业发展 基金检讨 推张 标张 推动机制 以提高各其政府机构官 与所辖 营业单位 及民间业者 参与之意愿 高志鹏委员等3人 第143案 地方产业发展 基金若未能改善 基金财务 优化的倾向 将影响未来运作 要求主管机关 一个月的研磨改善 对策 提交检讨及改善 包括顺江立发 因严谋应应对策 加强各级政府单位提案时 规划回馈机制之可能性 逐步提高财务自主性 改善基金财务状况 以减轻国道负担 业基金委员等3人 第145案 应再积极扩大OTOP 投入标张授权 使用之普及化 增加全国各地方特色 产品之销售据点 请基金部检讨 改善与推动成效 与生命内向立马基金委员 提议中央报告 业基金委员等3人 第146案 经横搜网林关键绩效指标 实际达成进行设定 并调升100领悟 连度具体更积极之目标之 于三个月内向立马基金委员 提议中央报告 业基金委员等3人 47-1 要求基金部于一个月内 研理相关措施 加强对具有关键地位之 领导厂商进行招商 透过群组效益 达成产业共生体制 提案人 廖国用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49-1 经济部水资源作业基金 专业服务费 冻结预算 2000万元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64-1案 水资源作业基金 105年度 并开始于亏损专案 要求基金部于三个月内 年底相关报告 以立基金运用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88-1 冻结石油基金 现下离岸 封场 开发作业安全 评估技术 经费 1000万元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88-2 冻结石油基金 千架海陆风力机设置 推展级 关键技术研发 经费5000万元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89-1 冻结石油基金 现下奖励石油基 天然基 探康开发 补助经费 3亿元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89-2 冻结石油基金 现下石油开发 技术经费 1亿元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92-1 再生年运推广 计划现下服务费用 其中再生年运发展策略 组购及基金费率 研究编列2400万元 其冻结经费1200万元 提案人 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第93-1 再生年运发展基金 向下再生年运示范 补助及推广利用 编列13亿5225万元 提案冻结经费6亿元 提案人廖国栋黄昭孙 业基金等委员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进行协商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协商 我们从那个一开始 就是请先念 念完了吗 好 那现在就从 第一案开始 来请念 不用再念 那第一案有没有意见 增列五百万 第一个案子 因为我们105年度的预算 已经增列了496万多了 所以这个经费收入面 我们自己已经增加了 是不是可以免不要再增了 请问 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列 好 再来是总务 业务总支出来 加工出口区的这些通案 这边是通案吗 通案 通案就有些不要处理 然后从3456789 来 从3开始来 3减列2000万 有没有意见 你们说明 我想我们的业务 就是这样委员知道 我们都在扩商当中 那这些我们都 过去是在准备 那个业务成本 加工出口区 我请各位同仁帮忙一下 因为加工出口区 我们现在的 那个还算不错 我们就照列 然后第四 销货成本 这一部分也是 在我们是台中的部分 那那一部分 已经58年开始设置 所以需要有一些 维修的费用 好 那如果没有 那个我们就照列 然后第五 出租资产成本 100万 我想 这部分也希望能够保留 因为我们的业务 在扩充当中 好 那我们就保留 那就照列 然后第六项水电费 减列500万 因为水电支出 它以100 不能减列 对 不能减列 好不好 那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列 然后第七项 修养保护及保固会 减列1000万 我们也照列 那第八项 专业服务会 那这个我看 那个业委员 我们就 那个减列2000万 麻烦 我们照列 然后第九项 材料及用品费 减列100万 请业委员谅解 那我们还是照列 那我们还是照列 那财业园区 这不处理 通案我们不处理 然后财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 总支出已经通过了 对不对 通案我们到那个协调会去处理 业务成本费用也是通案 我们到协调会处理 先不处理 然后劳务成本 服务费用减列2000万 我看也照列好的 这个也对业区的发展有帮助 好 照列 然后劳务成本 乔务减列13项 减列200万 这不要紧了200万 来委员报名 因为现在水务法 那个财阀标准提高 我们要花很多钱的材料 有水都要给 给很多钱 对 这样委员 拜托你 照列 好 再来是15万 减列3000万 投资 这个要再把它减列 我觉得有点 我们还是照列 对对对 第16项 减列1000万 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其实 减列500万好了 减列500万 减列500 我们六十几个工业区 我们很多的公共建设 都是要从这边去处理 因为水务法的关系 因为水务法 有水务法增加监测频率 还有项目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在基金也要配合 增加这个各工业区 六十二工业区的监测 的项目还有频率 因为台湾六十二的工业区 都现在水务法跟那个 土壤防止法 它的标准都提高了 所以我们要减加一些成本 去做一些检测的处理 我像这样 你的成本多少 你现在水务法是 你的三亿多是全部做水务吗 七千八百万 七千八百万做水务 对对对 全国 全国 是全国 全国 那邱伟我们就照列 好不好 你刚才不是说五百 我听你也没有五百 好 你修正 修正 五百 没关系 做一个事实的 好 那就修正 九六五百 好 那再来中小七 两个通案就不处理 两个通案不处理 对对 对那个就不处理 来中小七月发展基金 第十七案 委员 这个动结两千万的部分 因为我们 其实那个短数是因为 新竹生意政策性的配合 他出来以后我们会增加那个房屋租金两百万 所以我们这三百多万里面其实两百多万 就是因为那个新竹生意 所以这个案子 在育成中心的经费已经不够的情况 是不是不要冻结 委员 我是说 可以不要冻结 好了 不要冻结 谢谢 谢谢 这个赵烈 来投资业务成本冻结两百万 我看也不要冻结 那个主席啊 可不可以请旁边的人大家小声一点 好 那请大家尊重委员会开会 那如果没有位置的官员们 大家请找个位置坐下来 好不好 那业务总支出我们就照列 然后结议 结议后面用还是现在用 好 第一案 第一案有没有问题 同意 那实际二十案有没有问题 二十案 二十案就经济部都针对加工处 照办 好 二十一案有没有问题 也遵照办理 二十三案有没有问题 那遵照办理 二十四案有没有问题 也遵照办理 二十五案有没有问题 也遵照办理 二十六案有没有问题 没有遵照办理 二十七案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去讲 27案有没有问题 遵照办理是不是 28案有没有问题 29案有没有问题 29 那都可以 有问题的要讲 29案有没有问题 23案有没有问题 31案有没有问题 33案有没有问题 34案 35 36 遵照办理 37 遵照办理 38 遵照办理 39 也是同意遵照办理 40 40遵照办理 一个月没问题 可以可以 41 41也是遵照办理 42 42遵办 43 43也是同意遵照办理 44 遵照办理 45 遵照办理 46 46可以 遵照办理 47还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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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吧 47 OK可以 47 可以 遵照办理 遵照办理 好 然后再来水资源作业基金 水资源都有来了 署长来 来 那个业务总收入 增列5亿 你说明一下 我们的收入一项都很稳定 那会有短处或者是剩余 都是因为剩余的部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编列一些修耕的挥用它没有支出 那短处的部分是因为季节性台风的掌握我们抢休闲那种滚动式的变动性的所以在收入的在支出的部分会变动才会形成短处跟剩余每年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会尊解台风我们建议不要删除 不要增加收入 那你可以邱委员讲一下 邱委员可以 可不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的收入是蛮稳定的 主要的是短处跟剩余都是在支出的部分 就支出的部分 那我们就照列 好谢谢 然后业务总支出 那个礼硬会 是礼硬会的部分因为 我们这个主要的是 在集水跟土石的这些相关的业务的研讨会跟水库清衣 像集水的部分像土石的部分像黄性抢险 这些礼硬会都是需要的 是不是可以准理我们免删减 那再来五四十九之一 是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各去水 这不只是出席会跟训练会 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业务水温观测 以及这个水库经营调查 这些业务的推动需要的 的经费 所以是不是建立免力冻结 好 那我们就照列 然后再五十 五十一五十二 这三个应该是 一样的 列行一样的 这个部分感情上台电的这个 用人的费用它是比较高的 但是台电是一个很稳定可靠又有制度的公司 所以我们委托给他每年都有引以 是不是建立免以三减 好 谢谢 那我们就照列 来 再来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的部分 其实我们目前只有实定相公所 它有错误的支出 那么我们也计计一百零五人要追回来 那我们也订了很多规定 提醒各专户应用小组分配给公所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这个提报的分类表 也把切丝常态的表都分送给各一百一十三个保护区 所以是不是建立免以三减 好 那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列 然后再来 五十四管理局总务会用 五十四为什么会增加两千五百多万 是因为我们在北汽水支援局 它听设老旧归类 建筑物的安全性堪移 所以我们一百零五人要帮你整修 另外我们计会有二十个人退休 自借领退休 所以这些经费的离资金都是必须要编列的 才会增加两千五百多万 是不是建立免以三减 好 那我们就照列 来 结议五十五开始 来 五十五有没有问题 五十四呢 五十四有问题吗 不 等一下 你们说得太快了 我想要请教一下 是 这个水支援作业基金 因为你现在那个总项非常的多 我是不是 因为最近在我们南部 关于这个水的问题又引发了一些争议 署长 前两天有特别请你来 我看你们有另外有一个编列 就是说那个早景付景的费用有两亿多 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 中央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说对于这些早景的规划 你说像这个美农地区守经寮那里 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景了 你们最近自来水公司又要再去早十个景 所以又引起地方非常大的反弹 跟恐慌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下个礼拜一 我当招委的时候要安排这个考察 那我看你们的这个水支援作业基金里面 有编列这样相当大的一笔费用 就是这个附景工程有两亿多嘛 我是不是能够请水利署也 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好不好 到底你们这个整体的计划跟规划是怎么样 你这个早景是没有数量限制的一直早嘛 就是在这个水源区 你们认为这个地方有地下水 就会一直早 那一直够 还没准备 还是说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规划的方向 阿比来水支援运用是怎样 可以探计的机会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 在那个邱委员关心的 美容跟西山地区的早景 我们已经在现阶段 我们已经协商水公司停止 那这个部分水利署并不执行 是水公司来执行 那是在增稳南化乌山的水库的 这个钱是你们给 还是是水公司自己 是我们的水支援作业基金里面 在当时政府移拨一部分的金费 265亿的金费 让我们自己去借贷100亿的金费 为了爸爸水灾以后的灾害复原 去做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提拨给这台水公司 但是后来从544亿已经荡为418亿 那我们去借贷的100亿也荡为85亿 那政府的提拨265亿也荡下来是185亿 那这个不是水利署去执行 而是水公司 好那请教一下 就是这个钱是你们提拨 对不对 那如果自然水公司他要去找景 他要不要跟水利署来做报备 还是说他自己随便 他想要找哪里就找哪里 他其实是在增南屋行政 需不需要水利署同意 他是行政核定的计划里面 不过为了要回应民意的需求 我们这个部分已经跟水公司协商 来目前来停止 那你现在讲的是只有我这个case啊 是 这是因为我带头出来反对了嘛 是 我讲的是通案 通案 如果全国其他的地区 有这种找景的事件 情况 他需不需要跟水利署做报备 水利署需不需要同意 因为水公司跟我讲说 他们还有送还品 还品都通过 那你要送还品 你要做这些事情之前 水利署需不需要同意 需不需要知道 我给你两个部分来报告 在水资源作业基金里面 没有列 增南 增稳南化乌三德水库这个专案计划 以外的找景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一般要找景 首先要去跟县政府申请 找景的建造物 第二个要申请地下水的水权 这两个都要准 才有办法去做 这是行政程序的部分 这个水权的管理是在各县市政府 那个邱委员关心的问题 你们再找个时间再跟他整个做说明 不能因为找景而引起我们地方上大家的一些意见等等 尤其是避免那个什么地下水有的没有的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就原则上就照列 55 54照列 55现在55 55同意 同意 56 同意 57 照办 58 59 59 59 60 60 60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感觉上增南部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要列整案计划 但是依照中央政府附属机关的预算编列的相关规定 它是新兴的计划或者是重大的更新才是 但是我们整文南号屋山腿水库是因为巴巴水山 它做的大部分是既有设施的维护改善 所以我们才列到一般建筑设备里面 你们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有一个 是 你觉得这个文字要做修改 还是你觉得这个不应 这个我们的建议是 我们提供相关的整体的增南屋的资料给 好 给高委员 给委员 是 好 那我们这个案就不通过 是 来61 61有问题 遵照办理 62 遵照办理 62有意见吗 遵照办理 62主决议第62案 决议的第62案 遵照办理 好 63 遵照办理 64 遵照办理 64之一 遵照办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好 好那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经济特别收入基金预算 来贸易推广 来贸易推广 来6566是通案 我们就那个处理 6768 要是做广告 这一部分我们是认为是说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加入TPP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台湾的整体的形象 那而且我们要这个让这个国内国外都能够知道 我们在TPP方面 我们是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而且我们需要那个加入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建议是说是不要简列 喂 这个够2000几万 你要说那个 理由啊 对啊 为什么够2000几万 你们这六2000万的理由 你们要说明啊 对啊 你要说啊 这个103年的时候 我们当初是这个规划的时候 是因为只有5月到12月 所以等于是只有半年的时间 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嘛 你没有说清楚啊 对 抱歉 那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TPP现在就是他们的文本已经公布了 所以现在是我们正要 家族 卯足全力要开始要往前冲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或许是说甚至就是说 再下来我们还会再持续增加一点预算 这一部分是一定要打我们台湾的整体形象 所以 by the way 这一部分是不是不要删 好 那各位同仁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列 然后71 要是要了解说 你多出的部分是 到底是在做什么啊 我没有听清楚 你这些广告是对哪里做的 这个广告是国内国外都有 然后这个国外的部分啊 实际上这个 这个不只是说是TPP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 就是像这产业形象的广告 这些我们都会在那边做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最主要是说是打台湾的整体的形象 除了是国家的形象 还有就是企业的形象 产业的形象 就好像说人家看到是说 日本货 人家觉得说日本货就是好的 你104的预算是变多少 104年预算多少 你说104是半年 104呢 104目前是一年 规划年度是一年 那我们整个104的预算 这个科目就是那个 3442万 可是3442万 里面含有一些那个零星的印刷 印刷费 快多少钱呢 3400多万里面 还有一些零星的印刷费 那现在我们 零星的印刷费零星是多少 你们这个零星是多少 还有你现在有 你说你说这些办理 这个七亿经济整合 行销计划 的这种广告费用 都没有细目啊 三千多万呢 都没有细目呢 为什么 报告委员 三千多万里面 刚刚所谓讲零星的印刷费 是有编印那个中华民国 国际贸易发展概况的 一个经费是58万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那个 制作我国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些缩帖 还有文宣 我们有一百万 你缩帖才一百万啊 对一百万 对啊 那你现在说三千万是零星的是什么意思 不是 我刚刚是说 三千四百四十二万里面 除了三千万以外 还有一些零星的一些费用 就是我刚刚讲的 编印国际贸易发展 我们没有现在问你零星的 我们现在问你三千万了 三千万是不是你讲了零星的 我不知道 三千万编列 一百零三年度因为它是第一年 所以它一百零三年度没有编列 那一百零四年度它有编列三千万 对啦 三千万是 三千万里面有戏目吗 三千万的戏目 里面有戏目吗 这里 一字一字四页里面内容里面 三千万没有戏目吗 三千万里面有包含说 要跟报纸媒体 还有广播 通路的广告 还有校园沟通 就是包含所有的跟国内的 国内的有关 最主要是大众 一般的公民 大众还有学校 最主要是要加强跟民众 对我们本局施政的了解 其境界整合 你说你要对宣传的对象是学校 还有什么 还有一般大众 一般大众你怎么宣传 一般大众我们会在报纸 报纸媒体还有广播杂志 还有网络 要花多少钱 我们有不同的比例配置 要花多少 我们整个今年执行起来 因为今年的预算编列就是三千万 对啊你就是这三千万都全部要花在 对于我们台湾民众 当然他们了解如何我们加入TPP加RSAFE 加热这些性的重要性是不是 是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对 啊你觉得现在台湾人民 对于要加入TPP的观念还不够是吧 只是要宣传 宣传这个加入TPP的内容 还是要宣传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不得不加入TPP的重要性 到底你宣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宣传的目的是要宣传 加入TPP的重要性 那我相信全国大概都了解了啦 连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 都会特别请恕他 我们要加入TPP你同不同意 这可见人家都知道 哦我们如果没有加入TPP就我们死亡了 啊如果没有中国给我们代言 我们看我们如果没有加进去 那个重要性大概都已经突出来了 从新闻的一个报导上 但是我们现在了解的是 你到底是要宣传什么 要花那么多的钱啊 你宣传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 而且是没有戏目没有计划 你就把三千万放在这里说 我要加强宣传 七亿经济整合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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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了解你这个在讲什么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加入TPP跟RSAFE的 七亿经济整合 对我们国家整体经济的重要性 我想刚刚称委员讲的很对 就是我们大家都 全国应该是都有这个共识 但是对于这整个内容的详细内容 怎么样加入 以及他加入之后对我们各个产业 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影响 我想这一部分国人可能还是 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想国际贸易局会在这一部分 会加强做宣导 做在报章 不是啊 我们现在是这样想啦 就是说 基本上你三千万你应该要有一个明细嘛 办理的内容我们要了解嘛 你不是说你说要政策的宣导 政策的宣导 到底是宣导什么不了解 到底是要向民众洗脑吗 还是要政策宣导 这个我们要很清楚了解 你到底你要发现 这三千万要怎么开 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如果说你今天我们要加入TPP 你说要宣导的话 你只要不要黑箱 只要鼓励民众想了解的人 都能够去上网了解的话 我相信这个都不需要宣导的啦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说要黑箱去做 那当然 老板是怎么会招财啊 你们今天你们 我们在立委员说要问你说 你们现在我们要派几个人 我们什么时候要讲 讲的内容是什么 你们都连讲都不敢告诉我们 但立委员都不敢告诉我们 你还要宣传什么 我就搞不清楚 对不对 是不是 不过报告委员 这个谢谢委员知道啦 这一部分的确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 让人家有黑箱之鱼 所以说我们要做 你们现在就是在黑箱嘛 怎么会黑箱之鱼 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们不黑箱的话 就不需要宣传 民众自管都会知道 但问题是你们现在就是 不敢嘛 不敢公布嘛 所以你们现在就有黑箱之鱼嘛 要不然你们 我是认为 只要加入TPP 一切要公开透明的话 你们透过记者会 我相信 这个老板姓都会很清楚 会了解知道的 的确我们是照委员这个意思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我们在那个文本 TPP的文本一公布以后 我们所有同仁在三天之内 把文本都 我不知道你们在 我只是想 市长你在这里 你也是谈判专家 我也不了解说 你们要宣传什么 TPP 你到底要宣传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说你是要宣传说 我们加入TPP以后 我们将会有一些 受损害的产业 会受影响的产业是什么 或是什么 如果你要讲这个东西的话 或许民众就会更要求 那如果说你们 这个是黑箱之鱼 这个很怕这些 受损害的产业 或是受影响的这些产业 反弹的话 你们坦白讲 在谈判过程中 你们本来就是黑箱之鱼吧 没有错吧 那你就会像是 你们哪来宣传 宣传的目的 就没有意义了嘛 我只是认为说 你们到底在宣传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跟人家说 我们没有加价 TPP我们就会死 我们没有加价 我们的RSAF我们就会 如果讲这些话 那是没有意义的啦 我只是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说 到现在为止 你3000万 你也没有明细 你到底要做什么 宣传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你的答复 我是坦白讲 也不能都完全结束啦 谢谢 我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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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这样建议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 在我们的产业劣别里头 我们已经很忧心的年底 到明年第一季 没有单子的 已经陆续在呈现 贸易单没有的 已经陆续在呈现 特别在中小产业里头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政府应该有这个责任 多元管道 要怎么样让我们有单 让我们的工作权能够保障 这是在我们中部地区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困难点 所以我建议主席在这边 也就是说 因为行政部门 我也要充分建议 当然你们这个就是大项 多少金额 可是我建议次长也在这里 因为我们审查预算的时间很短 应该你们要将 比如说三千五百万 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电视 是这个广播 是什么样的方式 你们应该要有一个计划表 既然你会匡列三千五百万 你绝对有它的方向 你要让我们委员了解 你这三千五百万 你到底你广播要占多少 什么系统要占多少 什么系统要占多少 你一定有这些轨道 你才可能去统计一个数字出来 这是第一点我要求 你们应该要让我们更清楚 到底你们做的方向是什么 大家好好去检讨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希望待会可以做一个 这个决议 也就是你针对于 你这三千五百万 那你到底你们的方向是怎么做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求 必须一定要这个进度内容 我觉得民众现在 很希望你就知道说 我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政府目前所做的 做到哪一个程度 我们有优点的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你要宣传的 优点是什么 告诉大家 但是我们的缺点 我们的受损 我们政府要怎么做 你一定要让大家能够安心 那么有缺点的时候 有受损 政府要怎么样去 跟这个民众 让他安心 我另外什么管道 可以怎么样做 这个是我们必须 在广告宣传 谈判的内容 让民众了解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那边 也就是建议主席台 我觉得就针对这个案子 我有一个建议 第一个 你所列的这个方向 到底是什么 请行政部门 必须要详实列出方向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求 公开透明内容进度 内容跟进度 让民众去了解 这两项 我的建议 谢谢 主席 我是体验人 那个我很赞同 杨委员他提示的 那这样子 我这个 删除 我再改成冻结 那等到他们来 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报告以后 我们再解冻 这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冻结500 不要冻结到2000 不是冻结的问题 主席 我们要了解的是 是到底钱怎么花 钱怎么花 那你这些钱 到底花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要了解说 你到底 屁公你要宣传 宣传什么 宣传什么 你要讲 处长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刚刚讲的事情 你还没有答复 宣传什么 对不对 或者你要如何宣传 你到底是要 透过平面媒体 还是电子媒体 还是网路 还是什么 对不对 还是广播 你要总是要讲 你要告诉我们 你说你这些 花的比例是怎么花 你总是要有一个计划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认为 很多的事情 你不可以说 我就3000 我就是要开 不然你把我当五百 我花2000 我2000我也是钱 对不对 到底要花什么 对 3000万 我坦白讲 也不是小数目 可以协助很多的产业 这些有很多的 劳工 后期会受到 这个冲击以后 那他们未来的生计 也会产生问题 事实上我们 坦白讲 我们是应该 我们是应该直接 来协助 这些 这些 这些劳工 有时候 上一次我们 我们这个 资源因应方案 来 这个 条例来这里 做报告的时候 劳工部也没有派人来 来的时候 讲的话 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不对 那未来 会受影响的 这些产业 这些劳工的问题 会变成怎么样 他们答不出来 也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要加入 TPP以后 会受到的 这些产业的影响 包括我们 像我们农业 我们这些戏目业 会影响到的程度是什么 也都讲不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坦白讲 我们 我们有的一些 有些 一些较少的产业 因为 因应 加进TPP 会产生的冲击 大家都怒动 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 才是我们真正 应该要去 要去因应的 而不是说 你在一面 在告诉 你会把 你会把 民众 在那里 洗脑 你现在 怕 这没关系 洗脑的时候 如果 这些 这些 就去犯贪的 中间 这样就还要不下去 我是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重点是 我们真的 要怎么讲 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 这个谈判过程中 要怎么让它更透明化 让更多的产业 能够提早来做应应 我想这些才是重点 不是说 你怎么给人家 洗脑 洗脑 所以 是不是能够 针对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意义 来跟我们做说明 好不好 对不对 你到底你钱是怎么花的 对不对 你要花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要宣传什么 对不对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 来发这些预算 我想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就105年就是原则上照着比例 谢谢委员的指导 刚才那个 杨全英委员提的案子 麻烦你写一下好吗 现在哪一位在写 那个瑞章 你们写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冻结500万嘛 然后请他们把那个部分 能够再详实的 你照那个写出来给大家签名 好不好 主席 有 过程比结论更重要 好不好 你认为不用写结论吗 我们先把我们要了解的事情 先了解完以后 只有你要做什么结论 后续我们都会尊重主席 但现在重点是 重点是我们要了解的还没有知道 如果是 其实说这三千万两开也不用开 对 两开也不用开 你是 我们要把冻结500万 跟删除500万 就不是我的意思啊 这说不出来之后 你收 你自己听听 你也会跟我说 这花这三千万 不错吗 我们现在就跟委员报告一下好吗 这个我们现在出估了好 就是这样子 大概是 细目是这样 主要的项目是 报纸杂志广告 这大概是 大概是 大概占百分之二十三 大概是 七百万左右 再来就是 广播媒体制作 这个大概是占百分之十二 大概是 三百五十万左右 再来是 文宣品的设计印刷费用 大概是占百分之十 大概是 三百万 再来是 这个网络 还有这个 行动媒体 这方面的行销 那这个大概是 占百分之三十 大概是 八百 八百多万 大概八百五十万 那大概这是 几个大项 那才两千万而已 后面还有 好 那我就 大概就是都 都跟这个委员报告 再来大概是 我们就办理 这个研讨会 座谈会 占百分之八 大概是两百四十万 那这样子的发挥 主席 还有 我听起来 听起来算是浪会 坦白讲 浪会 我说实话 如果说你们用这种方式 事实上 我就觉得这些金会 让回 波报委员 就是因为 TPP比较 艰深一点 所以说我们才需要说 能够多方面 多元的 跟这个 这个公众 公民团体 还有这个 这个产业界 要能够多多的互动 要了解 他们到底是 怎么想的 那么他们认为 有什么 他们比较顾虑到的 这些我们都是要去了解 慢慢收集起来 这样 所以这是要 比较广泛的去做 市长 你知道 你知道你这一生 骗多少是吗 市长你知道吗 周市长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他现在刚刚在讲的 这比算骗多少 你知道吗 对 对不起 三千五百万 三千五百万 总共几行 你知道吗 九行制 三千五百万 刚刚如果没有 现在后来我们的追问的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怎么样 怎么去分布 如果说坦白讲 我们不提这个案的话 你连处长 你坦白讲 我问你说 这些遗传变在第几页 你都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实上 我们不认为 对来讲 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认为 往后 现在明年 民进党 国民党 哪一党执政 事实上都还不知道 今天已经没有党派问题 坦白讲 是对整个 这一笔钱 要不要花的问题 我个人一直认为 这一笔钱真的是不需要花 但是如果说 主席要让他过我们意见 讲这样子 很沉重 因为当立法委员 本来就是该删的预算就要删 该要说明的就要说明 然后我们不该删的 不该有黑箱的 也不应该有黑箱 所以我尊重我们每一位委员的意见 那刚才有委员提到说 因为我看了几个案子 一个就是 那个叶委员本来说简列2000 然后高委员说简列500 那我是想 因为杨委员刚才 还有陈委员刚刚很多的意见 我能不能把大家的意见 做一个中和 然后我们就是 把提案拿出来 那把每一个委员的意见 把它做整理 然后我们原则上冻结500 然后报告以后再来处理 这样子好不好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就修正通过 那接下来我们 71、72 那个我还是要请主办单位 就是各局处 在说明的时候一定要很快速 而且要很清楚 让委员都能了解 71、72没有意见 71、72这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有增加了一点点费用 这个费用实际上最主要是用在 我们在高雄要开一个 国际企业人才的培训班 在明年要开 所以这个费用最主要是在那里 所以再来就是我们有那个 EEN就是欧洲企业的经贸网路 这一部分是我们在用在上面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东南亚电商平台 这一部分 我们的委员有没有意见 我没有要你说明 请你就不要一直说明 请你尊重委员 我要为我们 我再请教我们的委员 结果你讲了一大堆 主席 这个我来讲一下 因为 这个 103年的 决算 只有39亿6505万3千元 那他105年就编列了41亿5220万5千元 等于说 他都可以有结余 所以我们在编列议算的话 就不用编那么高 所以我才会提案 3亿5千万 这是70亿案的 我们先讨论70亿案 所以那个叶委员 我想请次长 说明如果算1亿5千万 你们有工作上的困难吗 我想跟主席跟各委员报告 成如刚刚那个贸易局局部长说明的 我们为了要让南部地区 尤其是高雄台南地区的 贸易专业人士 能够享受跟北部一些一样 所以我们决定在南部要开设 这个贸易人才的训练班 好 这样好不好 如果他真的是要花在高雄的 那他写出来 我们写一个主席领 就写出来 我们现在就写一个主席领 那我们议算照列 然后来73 来有没有意见 写一个主席领 赶快写 73 赶快写 有意见 来 你冒一局 麻烦你帮我们写出来 刚才的主席领 71案你们要通过了吗 刚才已经就是通过全个主席领 我们还没有讲话 我没看到你拿手 我还是都要不说话 还是说6秒过我也尊重 好 好 现在说73 是没有了解很多 可以再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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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就要过41亿 那404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执行多少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好不好 赤长请说明 因为他每次都说明的不清楚 所以我喜欢赤长说明 这样问清楚吗 我了解说你们103年我们的决算是财身是9亿 那104年你们现在已经是11月底了 到底我们亿算编列多少 执行多少 我看你们最主要的推广贸易基金的最主要的经费都是在这里 都是委外 全面委外 那我不了解你们这个钱是怎么在花 我随便挑一项来问 你先答误一下好不好 报告委员 那个事实上104年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个就是委办经费都已经发包了 那目前到10月为止我们真正合销的数字有26亿7千多万 这个是指说单据已经回来合销的部分 那因为这部分很多 花包的花包四是多少 花包四到11月的花包四 照理讲 坦白讲你一年的亿算不可能是12月才要花包的 花包你就执行不出来 所以应该你们都应该都是在6月就全部花包完成 所以应该照理讲104年的 而且这笔亿算41亿的这笔亿算全部都是委外 所以你们应该要执行的钱应该都已经执行了 所以我要了解你们103年才花39亿 104年你们到底要花多少 你们已经花多少了 不需要的经费我们就不要花 所以你看你讲一下 不可能说还要再花包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现在 等于你们现在才花26亿而已 想想104年才花26亿 对不对 花26亿而已 花26亿而已 所以今年还花26亿是不是腐烂 委员这个数字我们可能回去要再统计一下 不过刚刚就是稍微统计的结果 我们到目前为止 那个发包数已经达四十几亿 怎么可能 发包数已经达四十亿以上了 你们104年编多少 104年编41亿 1932万8千元 那事实上我们105年度 其实在这一个委外经费我们也减少了745万元 我问你 你这个所谓的产业形象推广 委托办理因应贸易自由化受影响产品 在海外设计刑销的这个行销祭典 这个是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譬如讲 你先告诉我这些 这些里面的 3千5百亿的 这样有了 这我感觉 这到底是在 是 因应贸易自由化受影响的 那个针对我们有 范围有17类22项的产品 那针对这些产业 他们海外出口所 那个给予协助 参展给他参展的一个优惠补助 那他那个需要商情知性 我们提供商情知性 他们需要在人才培训的部分给培训 就是透过参展 恰腰买足 在人才培训 还有那个商情知性的 商机知性的提供的方面 给我们想要出口的厂商 一个资源 你说什么 你说涉影响产品 产品的项目有多少 你刚刚讲多少 17类22项 17类 是是 20几 22项 是是是 那里面这些3千5百亿的 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是到每一个国家 去设什么 行销祭典是这样子 是 那这个跟委员报告 您说的行销据点 就是说 有这最主要是针对 就是17类22项里面 最主要是针对 跟仿制相关的一些产品 他们要到大陆去 去那个 部件通路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计划 然后在大陆 在大陆 已经有据点的台商企业 那透过这个管道 让这些厂商的产品 都能够到大陆上架 同时也透过电子商务的方式来协助我们这些厂商 所以我现在问你 就3千5百万 3千5百万你怎么花 你刚刚这样讲 就是说要到大陆去设什么 设祭典 那原来人家就有祭典 不是 那你是不是简单讲一下17类22项 你简单几一个例好不好 好 你要到大陆哪一类哪一项 纺织 纺织好 好 你说纺织 你说纺织要到大陆 譬如讲你要到大陆什么地方 花多少钱 我们 怎么设地点 我们有几个推动的做法 第一个是借利使利 那借利使利就是已经在大陆有据点的企业 透过它的通路 让我们这个台湾的那个纺织的厂商 能够透过它的通路 在大陆的那个百货公司 或者去上 那个专卖店去上架 好 这是一个做法之一 那另外呢 我们也去借借大陆其他的一个通路 除了这个台商之语典的一个通路之外 那也有其他的通路 你们先来因应贸易自由化 就是包括大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事长 因应经济自由化 我就是包括大陆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 怎么不是 刚刚讲的就是事 就是事 意义里面 我随便提一个 我还不是自己 我随便提一个 就是说 因应贸易自由化 社产 社影响的产 这个产品 他刚刚说明是17项 17列22项 那现在要讲的时候 行销祭典就是包括大陆 不不不 怎么刚刚你都没有在听 这是台湾企业市 你都没有在听 所以现在我要问的说 奇怪 怎么会 刚才在说明 是什么 怎么会是中国 刚才在说明 那会是什么职务 刚才这个案子 实际上就是委托台南企业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 他有他的通路 我们是 就是说借着他的通路 把我们国内的 比较弱势的产业 纺织品 能够行销到中国大陆去 那么他在这一部分 他做 他也有实际的绩效出来 没有好不好的问题 是现在这些机会 委员 今天我们要问的是说 因应经济自由化 是不是就是中国 现在这些钱 好像是你们 这个国贸挤在花的 你们不是应该 不是 委员这个钱是全球的 全球的最主要还是 未来就是我们除了 这里面还有就是 那个台新台纽的 这些都有 就是全球的自由化 的措施 包括以后的TPP 也是都会在 你们这样子会不会 助长所谓大陆的 红色供应链 我们觉得不会 你们所谓借力鼠利的 意思是什么 现在的广资越 这不是已经是强项了吗 我只是随便在提一下而已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 最后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就像母鸡带小鸡 台南企业比较大 那其他的弱势产业 像纺织这方面有很多 什么毛巾织袜 这些他们都比较弱势 他们没有办法 自己去那边 我现在问了 我就随便问而已 你说行销 你说要花这 因应经济自由化 产品在海外 设置行销 记点3600万 我就请你几个例子 说广资越好了 你的广资越就是说 在大陆 那我就觉得很大部分 那还有几个国家 还有其他国家吗 还有吗 3500万还有吗 还有啊 还有这个 还有吗 委员你现在是只问 3500万这个案子是不是 你们这里 你们总共这里有 41亿的这个委外的 这些项目嘛 有3500万 我现在简单的问一下 3500万的这个部分 3500万这个案子 我现在再问你 我如果再问你的时候 有关就是 委多办理协助企业发展的 国际市场品牌的 就是胡导 9500万 你要 还是要告诉我啊 我才知道你们钱怎么花 41亿这样子就把它 对不对 通过这样不好啊 我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讲的因应贸易自由化 应该不是包括 台 中国才对吧 对不对 应该不是 包括中国才对吧 不是吧 我们所谓因应 经济自由化不是这样说吧 你现在在说的 这都 你们 都 你们 都 都 中间都是在中国 不是这样说 第一个 我们在国际间 早就已经都已经有了嘛 对不对 Made in Taiwan的东西都已经行销国际了 现在中国市场现在在 Made in Taiwan的东西 台湾的产品 反而要加入台湾的标签 反而还贵 还好 那现在 我们要突破 加入其他的 这个区域的经济贸易协定 也必须要中国这一关先过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 先拼中国市场 也是 这个钱 3500万 在这41亿里面 只占3500万 这是在中国的嘛 不是 这是一个项 它好几个项 喂 你要看一下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一支17A 的17项 我现在17项 还有17项的ABC 我们还有18项 18项的ABCDE 我们还有19项 20项 21项 我们现在慢慢讲 我们只是要了解一下 你现在应用经济制度的话 受影响的产品 这产品的项目是多少 他说是17列 22项 那只有提供了一项 就是3500万的 这个广制页 我们行销技能竟然是 设在大陆 我才会怀疑的 那我现在要问你的 包括你现在 我讲18项 18的委托 委托办理协助 企业发展 国际市场的品牌 胡导 做9500万 你怎么执行 怎么执行 这个9500万 这个是我们跟工业局合作 由工业局来负责执行 工业局合作 怎么合作 是一个品牌 品牌全球脱销合作 这句话 工业局有没有来 工业局有没有来 来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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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机长说明一下 这个是你主导的 这些议算编在这里 其实钱是你在花的 对不对 对 各位委员报告 这笔钱 我们基本上 这结合国内 包含一些管顾公司 跟一些法人 他对品牌辅导 很有能力 我们去辅导 国内业者 去做品牌 然后我们 我们也跟 这个Interbrand 国际很有名的 这个业者 来合作 帮忙国内做品牌的建价 那这样子 这个 很多的方面 各种方面的措施 来辅导我们品牌 这个逐步来提升 你这些品牌 都是委托谁 你刚刚讲的是委托谁 去年也有做 对 去年是委托谁 去年台经院 今年呢 今年也是台经院 所以你现在 这些品牌 都是由台经院 在做就对了 对 你觉得台经院 这样做 有没有 具体的成效 有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品牌 第一个品牌 我们大概 这个制造业 有没有 具体成效 有有有 有什么具体成效 说明一下 具体成效 具体成效 我们要讲 我们要知道具体了 来 我们现在 因为我手边 没有带 不过基本上 我们的品牌价值 这只执行一年 今年执行一年 总是要有 来 基点是要什么 来 来 吉利说明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又不是专利 来 我们的品牌价值 在传统产业这部分 大概这几年都有提升 那这个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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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看 花那些钱 每年都花极 你怎么说也不出来 我现在 社长的人说也不出来 来 给你五文钱去收 我找一个 了解 我希望再来 你报告 就把那个具体的那些成果 讲出来 主席 你那个 72案 有一个委外的 高达30亿的 委外的 外贸协会 我们政府是没办法 没有那个立法院 没有送立法院审查 所以我提案说 冻结预算五分之一 那由经济部 向我们经济委员提供 提供那个外贸协会的 150年度的预算 之后 我们再让他动之 这样子 有没有 来 局长有没有 来 局长 局长今天不在 没有啦 有局长 他在缴啊 因为他在搜 主要你实际效果 他在搜 来 9500万 品牌 我是处长 有没有找到 找到在讲 没有找到 不要乱 现在正在 在审查预算 不要乱讲话 正在找比较具体的数字 那基本上 我们现在品牌 这个 科技品牌跟传统产业 还有服务业的品牌 都在 持续在发展 这部分是我们 积极就希望把品牌 它扩展到 各个业别 都能一起 让它成长 那这个 基本上这两三年 这个我们 你看你看你看 一个局长 你看你看 讲这空话 都在讲空话 你看 你动作我们杨琼英 还是我们丁守忠 还是我们黄照顺 都不在 你这样说空话 讲空话一大片 乱呼嚷我们 拜托 呼嚷我 你看你看 我现在同能够找具体 你还在讲实话吗 因为我要找具体的 讲话都讲了 你不要说一下 我们是在 处长 这样子好了 处长 我还没说之后 也要做结论 我没做结论 谢谢 其实 其实 等一下我先讲完 七十一七十二 既然大家这么有意见 那我们暂保留 暂保留 然后请你们把相关的资料 详细的再拿出来 主席 那我告诉你 那大家各位朋友 那你还要做结论 不是 我就要资论 我就没要处理 我这个案子没有要处理 尊重大家的意见 对不对 我们要透明公开 所以 如果我们认为 不适当的议算 我们请几位委员 我们等一下写算 我们就删掉 好不好 那就资论 主席 处长 其实我们在谈这些东西 其实经济部对这个议算 这个提案我们问了 你们的一个回应 刚才我听到的是 所以我们提的时候 因应经济自由法 提到的就是 大陆的一个同路 刚刚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在讲的所谓 全球经济部给是怎么部 我们问不出来 我们要了解是这个东西 我们要知道的是 到底你们在讲什么 对 我们上一次在这里 你提过说 像说 有很多像中国的 中国的一些东西 到台湾来过水以后 就跑到全球去了 那很多都是故意 这个假冒台湾的MID的 这种品牌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 也就是在这些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花了这些钱 委外委外 到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 这个 这个我们经济部 的这些钱 你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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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技术 是在开什么行 有什么好够吗 我们这也从下讲不出来 陈伟啊 不是啊 因为你自己也没看相关资料嘛 你说我们没看 你可以看到我们去那个 我不敢说你没有看 我知道你有准备功课 你很认真 我们去诚意工会啊 去这些相关的工会啊 他们都跟我们反应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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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啊 就是他们要去大陆 我们是我们在监督他们的义送 不会跟我们在 对因为因为 做辩论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讲 我们一起在监督 不是要告诉我 你告诉他们 他们怎么就会告诉我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监督 我们立场是一字的 因为你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有难力啊 我们都无难力的啦 我们现在一起监督议算的啦 对 局长 我们要你们说明的时候 都不要说明 好不好 现在71 72 我们占保留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委员 都针对每一个案子 去说明 然后 大家等一下 请你们再把书面 比较更重要的资料 提供 如果确实我们这些议算 有符边 那我们列出来 我们就把它删掉 处长 那我们现在 审查 其实有没有 处长 其实有没有符边 其实有没有符边 到处还是起诉 有符边就有重要 局长 这些人到立法院来审查议算 都一副那种 不然你们是要怎样 我们会通过不可 现在问你们什么 什么事情都答不出来 那个副局长 我是觉得有点状况外 我们发现你们的政策的一个规划的利益 大家在说明 有什么事情都太长了 你在那边拿着麦克风一直在讲 都不准人家讲 人家怎么敢讲 给他五分钟去找资料 我现在问的问题 我已经保留 你要找多少时间 我希望你们很好 台湾很多好的纺制产品 我请一个例子讲 我们在大陆广泛的行销 才能够冲破它的红色供应链 让人家知道 否则的话你再不进去 他以为你没有东西 他取代什么都来了 我请一个简单的例子讲 刚才那个经济部给我的资料 我们那个国产车纳智杰 我们在国内今年只卖了一万五千辆 大市 大陆我们卖了六万台 所以不管在大陆 不管在其他的国家 我们都必须要把我们所有的贸易 把它做得更好 让我们的产业能够真的发展 所以我想 七十一七十二我们占保留 请你们去把资料准备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 经济部有福片 那我们就把它删掉 好 那我们现在审七十三案 七十二有没有意见 没有我请他们进来 不是结论 占保留 等一下再 等一下回来再处理 没有 你不要这样子污蔑大家 陈委员 要当议长 要想当院长的人 这个讲话有时候要讲好话 不要讲话没有讲好话 那话太多了 可怕的人 要当院长的人没有考虑 你们这样是在讲说 他如果不讲话 他如果不讲话 没有这样讲 可是院长的人是要负责协调的 要当院长的意见 我们占保留 那我请经济部 我想针对每一个案子的说明 必须要非常的清楚 而不是讲 人家讲到东 你们又讲到西 结果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做 把这个案子审下去 我觉得大家都 时间都非常的宝贵 坐在这里 好多的委员都在选举 来我们审查第73案 这委员有没有意见 那个主席 我希望他的捐助不住 讲住的这个对象 是哪几类好不好 好我们请 我们请他准备书面 我们先保留 然后74 74有没有意见 没有现在在74案 74案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 其实啊 这个外贸协会 他们成立的时候 政府捐助的比例 有没有超过50% 没有超过50% 对不对 那年度政府预算 这个补助 有没有超过50% 没有超过50% 那按照预算法 41条 根本他经济部监督就行 对理论上是不用 理论上是不用送到委员会 这样子审的 但是我想 经济部已经送出来 我们大家互相尊重 对我们只能尊重 那就是请他们把一些戏目 就是一些说明再拿出来 好怕 那74我们就照列 75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76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列 77有没有意见 77 78 79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列 80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我们来能源研究发展基金的基金来源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列 基金用途 82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列 83有没有意见 83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8485 等一下主席 你慢一点 你现在是又在赶火车了吗 好 好 好 让我们看完 好 是 谢谢 这个 不是 现在才看 他很认真看 他念到85的时候 我才跟他83的编号而已 你就已经跳到85了 好 现在好 我们8485好不好 让我们看完 都不是在赶火车 为什么 那边有一点 我们就开始赶进度 一直噼里噼啦 赶快过去 没有 我刚才保留了 还是一样保留 8485有没有意见 大家看一下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列 86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列 来 第三 石油基金 87有没有意见 照列 那石油基金87有没有意见 我回头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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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88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88之一有没有意见 我听人回头处理 没有没有 等一下我们再处理 88之一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88之二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照列 89 89之一 这个89请他说明一下好吗 好89跟89之一请说明 好 跟我也说明一下 这个油气探勘 主要我们这个补助的费用是给中油跟台硕 那因为过去 大家会认为说 他们的这个 绩效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探勘的工作 是比较长期的 那目前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基金 就是说如果他有开发到油价值的时候 那个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补助款 缓繁 然后他也要有一些的回馈金给我们 所以我们目前回收了大概两亿三千六百多万 大概回收了十四点一左右 那目前我们大概 从这个基金补助到现在 我们大概有62案的补助案 大概有十案的成功案例 那因为国际的成功案例 大概都是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国际的部分有包括哪些国家 查德 澳洲 美国 那这个成果呢 刚刚我听到你们只有回收两亿多 那我们每一年都要编预算 所以这个 你说只有二十百分的成功率 那这个这一个方面值得继续去 从事吗 还是在维持那些人脸的 这个这个 工作而已 跟我一人报告 二十百分的成功率是国际的 国际目前他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那个成功率没有不会很高 那目前我们投入了六十案 六十二案 有十案成功了 六案是在国内 四案是在国外 有十案成功 对 那回收的那个利益呢 回收的利益 国内我们大概有十八亿 大概十九亿的立方公尺 那国外的话是 产值多少 产值 我要听产值 国外的话是三千四百五十八万 产值有吗 多少啊 我请同人补充 没有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有设计 设计那个回贵金的比例 那有收到那个二点多亿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 大概有十四%左右 刚刚有报告过 有产出天然气有那个 十八点八亿立方公尺 然后有 大约有三千五百万桶的那个原油 以上是那个 那个请问一下查德这个案子 我们 这个 得到的 产值多少 查德这一部分 你只要告诉我产值 查德就是国外了 三千四百多万桶 查德目前是可以 碳采到的那个运藏量 是可以原油有三千一百八十万桶的原油 那那个产值就要看当时的 生开发的 万桶的原油 对 就是我们已经找到的运藏量 已经有三千一百 算多还是少 算 不错了 对来就是要进行那个 开发 大概有多少 多少美金你们应该都有资料吗 因为跟那个 既然是已经开采出来了 也一段时间了 可能就已经产生这个产值出来了 报告现在是探勘期 如果依照目前的油价来算 大概约有九亿美金 是这样子的价值 对不起 这个部分我想要 是不是能够请你们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你刚刚讲那个查德的部分 你现在海外的这几个 国际的这几个探勘 应该是唯一有找到 比较好的是在查德嘛 对不对 比较有大的进展的是在查德嘛 是不是这样 那我知道中国现在也积极的去查德 要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探勘的工作 那你们在查德那边的工作进行 好像看到人家中国来了 你们就要撤退了 这个查德当地的台桥告诉我的啊 而且查德当地的台桥协助你们非常多啊 包括他们希望在那边你们设立一个办公室 设立一个永久的地方 你们看到中国来你们就要撤退了啊 你们就不做啦 是这样吗 如果说你们在查德有这么好的进展 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要撤退 那你们讲的那个3410万桶 这个应该是收入是非常高的啊 那可是你刚刚跟我们讲 那个回收只有3400多万 这个是美金还是台币 跟委员报告 就是查德案子是中油公司 独自在那边做经营人 所以我们在查德是有设工作的据点 因为我们当做经营人是长期在做探勘的工作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那个报告的是说 中油做经营人所以是中油主导所有的这些 主导这些工作 那中油自己要去上权入国 感觉好像我们就矮人家中国一解的时候 你们难道都不能对中油提出任何的这个纠正 或者是提出任何的善意的建议吗 还是任由中油就这样子把这个东西放弃 然后自己撤退回来 把我们挖到的原有全部奉献给中国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啊 现在查德的状况就是这样啊 你们有没有确实掌握 我们可以把详细资料提供给委员 目前中油是在当地是当经营人 没有说放弃 他们一直在很积极的做探勘的开发 所以现在他们已经跟查德政府 要提出开发计划 那要等那个查德政府同意就可以开始进行 目前进行的阶段是在 查德政府那边人家台桥已经在协助处理嘛 所以是我们自己要先放弃嘛 我们自己要往后倒退嘛 有啦 我们再把那个中油公司详细资料送给委员 把那些详细的资料送过来 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国际探勘是能够有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成效 我认为政府应该是要全力支持啊 那个也不能随便让中油说 他们要往后倒退就往后倒退 我觉得这个不是立法院可以支持的 然后到中油现在讲 我就说因为你们立法院的预算 可能不会让我们过你们立法院 不会同意让我们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根本是胡说八道 是不是能够把详细的报告给我们 主席我还要请问 这个除了查德以外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开花的这个地点 是不是也可以一并跟我们委员会这边报告一下 可以 我想这个部分这样处理好不好 就是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八十九啦 八十九还没有讲错 对不起 八十九的部分 你们现在提出来是简列五分之一 冻结五分之一就是一亿一千万嘛 对不对 对对 你们对预算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处理的 我来一起处理好不好 你说八十九吗 八十九之一 对 我就觉得这样预算要不然我们就看冻结一部分 然后让他们来提出 那就冻五分之一啦 那个闪除我们就不闪 不简列好 那我们就冻结五分之一 请经济部来做报告 并请相关资料都准备之后 使得冻之那五分之一好不好 经济部及相关的 有有一起都讲 好 那现在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八十九八十九之二 跟九十九十一九十二嘛 对不对 三个嘛 来有没有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列 然后刚才那个 那个杨秋英委员提到 七十七七八七十九 他们要减列二十五 减列二十五亿嘛 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我们修正把它减列二十五亿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你现在在说对一条啦 宿舟那边我都听不去耶 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 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 再按照杨全英委员的意见 把它减列二十五亿三千多万 好不好 好那再来就 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九十二之一 九十三 九十一呢 九十九十一 九十二刚念完的 你有意见吗 没有关系 那个是电动车的呢 你刚刚讲的是 你刚念的不是那个石油的吗 现在是石油啊 对 电动车还没有处理啊 电动车七十一七三 电动车不是九十九十一吗 电动车还没说的吧 现在在说这条 有意见吗 有啊 有意见 好 来 有什么意见 来 是不是 请我说明一下 好吗 你们现在电动车的这个 整个推动的计划 你们现在是主动积极去推行 还是被动的接受申请 才做 因为编例的钱不少啊 那现在电动车的市场 这个我们上次 是 有谈过吗 是 我想电动车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目标是朝向电动大巴去处理啊 为什么 因为电动大巴 现在这个在交通 在减少PM2.0 这个效益会比较高啊 而且他有车队在运行 可行性会比较高 那明年会进入到经费补助的高 开始会开始真正会进入到补助的一个阶段 因为今年啊 今年才真正有大巴通过我们的检验 因为相关标准我们大概建立了两三年 今年才有大巴通过检验 所以明年才会比较大幅度的补助啊 会发生在明年啊 所以我们希望委员能够帮忙 就是说你们如果以大巴为主 这个预算是非常需要 请教一下老厨长 这个你们电动车的这个包括检验啦 包括这些推行 推广 这个政策已经执行多久了 从民国一百年其实到现在 一百年到现在啦 今年已经一百零四年了 对刚才之前是以小车为主 但是从去年政策调整 希望以大巴 因为大巴它的这个外部效益会比较高 比如说减少PM2.0等等啊 那大巴的标准是今年才确定 然后今年才有车子通过检验 所以今年通过检验 大概七八月大概有两三个公司在通过检验 所以我们有检验之后 我们才放心去做补助的动作 那你们预计明年可以有多少辆大巴 得到你们的补助 那小客车呢 小客车现在就不推了 小客车会推 但是小客车我们是希望 让他去跟国际的供应链去结合 就是说将来去跟国际的这个厂商去做合作 你请坐吧 请坐一下 这个小车因为油价的关系 油价降低 所以它推动比较缓慢 所以我们改成跟国际的供应链去做连结 还是会推 而且小车可能还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因为地方政府要把这个停车空间释放出来 去做那个充电的设施 他才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小车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那大车这个部分 就今年已经把检验的这个基础环境做好了 那明年就可以开始推动 这是我们希望 这个 我是在想 就是说 我觉得政府在对于电动车的推动这个区块 不够积极 你比如说一百年的时候你们已经开始在做电动车的这些推展的工作 不管是小客车或者是大巴 这样四五年过去了 其实这个科技已经日新月异 你们当年推动的时候的标准跟现在的标准其实已经又不太一样了 那我觉得这个时效跟速度实在是太慢太慢了啦 我一直希望政府能够在这个区块多多的去加强 你比如说你们各公务单位行政院各公务单位每一年都有编列换车的预算嘛 那这个换车的预算有没有可能他如果去换电动车的话 能够得到你们的补助 或者是说由政府单位开始下手 由政府单位开始积极的去推广 那你们现在一直讲 你们现在一直讲要减少PM2.5 要减少这个空污 我觉得政府在这个区块其实并不太积极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执行成效都非常的低啊 这我就非常的有意见啊 跟委麻烦成本还是很高啊 然后补助公家机关去买啊 这主计单位目前还不同意 所以基本上是补助民间 主计单位实在是太保守了啦 你们公家单位每一年跟单单车辆的维修费用都可以买好几辆新车了啦 每一年每一个单位都在编列购车预算 都在编列维修预算 你们那个维修预算都可以买好几辆新车啊 那为什么我把那个钱拿来投入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把这个钱拿来做推广 所以我们这个从今年开始 我们目标开始着重在大客车 那大客车就明年开始它的补助的这个 它的这个车次会逐年会上升 我们明年大概可能应该会有一百 目前目前大客车已经137辆了 我们希望每年大概至少300辆300辆这样去 现在全台湾有多少大客车 现在全台湾电动大客车143辆 其他的呢其他客种的 各种的啊 各种的大客车总共多少辆 小车到不到500辆 大客车是143辆 你现在讲的是电动的 电动的 电动的 那你们这个边列可以补助到多少辆啊 我们如果以这个金额大概130几辆左右 你们的边列只能补助到130几辆 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这种 呃这个游览车这个部分哦 那交通部那边另外针对公车这种公共运数 它有另外的补助 所以我们是几个部会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将来也希望争取一部分的 这个环保署的空污的经费也可以来做补助 这样将来这个这个效益会更大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3亿多代只能补助到100多辆左右啦 所以跟委员那个拜托这个能不能这个尽量能够支持这个政策 好好那我了解 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 90919289之2这几项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列 然后现在我们91之19192之293这三个一起吗 92之1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列 92之2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列 93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预算照列 93之194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列 那我们回头处理71跟72 就是贸易推广工作计划 那个请那个民进党党团问一下 陈明文委员他有没有要刪 如果要刪我们就要提案把它处理掉好不好 那 那如果你们确定没有意见吗 那如果你们确定没有意见吗 那个 72号 据说我是要外贸协会把这几项 因为我们当时可以当去市民 所以叫于经济库这凭家 外贸协会议判书 再把书面资料送出来 没有没有 还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子处理 那个我是不是这样处理好不好 那个 那个业委员我们是不是这样处理 我们冻结一役 然后请他们把资料送来 那跟我们做报告 我们才使得动之 主席我 你们有意见吗 没有 你真正先主席处理的没意见 70跟72 71跟72号 那我们冻结一役 然后请 什么 我的裁决应该是对的吗 还是没有刪掉我也没意见 主席等一下 这个您看怎么处理 就是说这边我们用这个案子 你也有连署 这个提案 那用这个案子来取代 我们的71跟72 所以你这可能要一并考量 可以 那个部分要写 但是那边不清楚 那边不清楚 因为这笔当中就是我们的 国际中心在去年 没关系 我知道这个部分 因为刚才你还没有来的时候 他们有说明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写的还是不够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对因为你们刚才的说明是说 针对南部地区那些贸易的 国际班要开班等等 对 你们就要把那个数据 对 你们把它写清楚 然后就是冻结一亿 连统这个结益 还是你们不要冻结 就直接要冻结 好 你要冻结到一亿这么多 来 麻烦你们把它写清楚 我们是41里面冻一亿 是两件事 因为他们讲不清楚 你们每次都讲不清楚 所以让大家觉得你们有黑箱 那要不然让副局长讲一下好了 因为他刚才就讲不清楚 所以我们很生气 所以现在才可以 不好意思 那个现在就是要我们提报的资料 请问那个委员 您的指示是提报是哪一部分的资料 刚刚讲的叫你们把它写清楚 你们那个国际班的资料 就只有国际班的资料 你们文字把我写清楚 那你那个写的 人家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好不好 那就是国际班的资料 那没有问题 我们立刻补充 好 那我希望你国际班的那个钱 需要多少预算 刚刚你就讲这个了嘛 这针对南部嘛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你写清楚 好 就增加在这个 黄委员这边的提案里面 把我高雄国际班 跟台中国际班 你们去年成立的台中国际班 跟明年要运作的 这个国际班的这两笔经费 写在那个 那个黄委员刚才提案的那个里面 那把它写清楚 好 那你们预算要三还是要冻结 还是就要让他过照练 我冻的是72 好 好 那 冻一 好 就是7172就冻一 然后加组结语 那我们修正通过 好不好 73没有讨论吗 73 柯尔委有没有意见 那个 删三千万 简列三千万 有没有意见 因为我要让他提出对象 其实我还没有 你没有主张三 对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三的那个部分把它拿掉 那再做一个阻结 可以请他们把相关重要的资料 那个资料 送委员会 我们可不可以先报告 我们现在已经有资料 我们有资料 那一送来每一个委员一份 好 你送出来 那我们这预算照列 好 谢谢 好 再来 新增的几个提案 我们请那个 先读 请先读 92-2 然后 114-1 114-2 好不好 请先读 92-2 立法院上路通过 经历委员会 省104年度中央政府 总预算案与附属单位时 做出两项权益 气候变迁 导致了极端气候 对于台湾影响 越来越大 建议经济部能源 及针对再生能源 读售购费 予应重新减少 定例新的方案 以奖励国内再生能源发展 并依照再生能源发展 条例第九条 第三项规定是 140年度起 因落实再生能源发展 设备所生 电能读购 费率的 均不得低于 最近一年公告 国内电业石化燃料 发电平均成本 以落实法律规定 联织局迄今 会按照决议办的建议 冻结能源基金 30% 第二人 廖正锦 杨琼 黄昭顺等委员 第114-1 离案 丰利发电 相关产值高达 7000 是我国重点发展 新兴绿能源产业之一 为带动台湾相关产业发展 研究经济部基金 补助之 负利发电 离案系统 示范奖励计划 之执行 既有政府基金 出资奖励补助 一应以扶持 国内产业发展 为优先原则 于国内厂商 有封击及其基础 结构之制造 与施工能力 者经济部 应监督 示范业者 以示范奖励 办法 评选原则 优先采用国内厂商 目前已进行之部分 经济部应督促 示范业者 遵循 并于一个院内 查评是否违反 前述原则的情形 必要时依示范 奖励办法 对违反原则 示范业者 进行处置 提案人 林黛化 叶精灵 陈敏文等委 114次二案 行政院以10202月 核定 签架海陆风力计划 预定于 119年 离岸风力发展目标 推广 另外为4000MW 此推动工作 将带动国内 离岸风电力 海事工程产业发展 云以 应采用国产自制 供应产品为优先 以确保国产化之推动 经济部应配合 中长及离岸风力 发电推广目标量 逐年提高 我国离岸风力 发电海事工程 国产化目标 于107年 国产自制目标 达60%以上 110年国产化目标 至少应达80%以上 作为离岸风厂 区块开发评选条件 提案人 选择完毕 95请问有没有意见 你们把所有的节养 全部都看过 你们不要说 像刚才有问题 又不提出来 然后没问题 又讲了一大堆 95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通过 96有没有意见 你们到底有没有看 你们这些节养 请问你们都看完了没有 96有没有问题 照办很好 97有没有问题 照办 98有没有问题 949有没有问题 100有没有问题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1 111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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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1 你们看完了没 114之2 好 好 那现在11点10 我们休息10分钟 114之1 114之1跟114之2是照办吗 照办 OK谢谢 没有照办照办照办 要照办 谢谢 谢谢 114 116 114 116 126 127 136 126 128 136 128 129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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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137 135 15 我們下個月要做一個全球的專程 就是全球的每個國家 處理核廢料 用過加量防禦的事情 創作時間到了暴力的,對現階的方向 到達最新的方向的我想。 我們要在其他人的國家上參考 或是在其他人的國家上參考 或是在其他人的生活 詞曲 李宗盛 我們應該知道是Clancer的總裁 那我們上次有一個UQ的朋友 那我不是喜歡的 有啦 我也不是喜歡的 有啦 我也不是喜歡的 有啦 我也不是喜歡的 有啦 那下個 那他就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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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他就把那個 對 好 好 玉米 好 這個 好 好的 好 這個 好 好 好 所以他們是很感興趣說我們是在這方面的選擇 當然我們這邊也有很多其他的真的問題 到時候這個發展是全球性還是真的 沒有,是說他是一個國務所人 所以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有產量都會製作 文章本身當然是說是製作 那塊還是製作 或是會在一個國務所人 我可以,我可以再看看 對,對,對 他基本上 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是 編集應該是 我們那個 那個 做編集 應該是要 我們 去共同 然後再做 全球的分析 所以會分到 他那個 對於 對於去經濟的終結 然後就說是 那 那 應該是12月 12月中吧 那個 具體的 具體的那個日子 我要聽 我要 我不記得 還好 他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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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會看我們的看文 比較我們的看文都會 這個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這個完全是跟選舉無關 不過是說 政治問題 當然也是 可能也是一個 因素 所以當然這個時候 我不是幫人去訪問 我也是去訪問別人 所以這個 當然是 我當然是說 最主要還是說 自己的方向 應該可以 其實台北一定是有方向 人員還是有方向 所以我再了解 一個問題 我要去 去看看 我 兩年前他們有 那我 或許我看看 我都說到 如果我可以找到 兩年前的資料 那我寄給你 能推給你 我再找 我再找 我們想問他 因為 不用擔心 這個 因為 全台灣 只有 大概是 原來人會 或是 有一些 大公司 好 謝謝 是 那 這個 這個 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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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簽名 是 SKV 的 今年就 開始 今年大概是 900萬 今年是 比較重的 比例 比較厚 SKV 再來 尤其是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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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延續性 結果到 108年 你現在要報告 2017要報告 這個報告 這個是 委員 所 這個很快 還有 還有 這一個 就是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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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專案的 後來就說 如果林東傑,不要刪除 東東傑,我們跟他們刪到三 SER 誰看什麼? 這是三組 不是,是三組 本來就算是三組 對不對 這兩個人一起討論 我們就希望他不要的事情 希望我們要凍結 凍結案子留著 我們再跟他報告 你一刪除以後 你一刪除以後 你104年的小組他也不處理 但什麼都沒有 你基本105還留著 一個在這邊凍結在那邊 我再去報告或怎麼樣 因為專案小組 你沒有在運作 因為死亡 你到了12月子 你不可能在運作 他不然在運作 你105年以後 怎麼可能 我們專案小組管 104年運算的事情 都過期了 他才不會凍結 他就把這邊留著 有一個案子 要凍結案 然後再爭取 經紀委員要在105年的時候 要求他解凍 這樣才有機會 不然經委員他運作人就完蛋 其實這樣考慮也沒有錯 如果跟經委員掛在一起的時候 就完蛋 不要跟專案小組擺一起 好 我們繼續開會 現在我們從105年 和能發電 來 這個都念完了嗎 都念完了 好 那11515有沒有意見 115到118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列 119有没有意见 120有没有意见 121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列 12有没有意见 123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列 124有没有意见 好 来请说明 124有什么意见 預算招劣 預算招劣 這個我明明是招劣 招劣頭嗎 20萬五千那個是多少 124 124他是要全數三組 124有什麼意見 來124 因為他們現在用的這個 乾式儲存 的那個 鋼筒 用的那個不鏽鋼的材料是 304L 304L我們從國外的紀錄上面看到 事實上他對於我們那個 綠原成績他會產生 腐蝕的作用 那台電自己做的那個 實測的數據 也出來了 所以123就是你要全數 刪除2400多萬 是不是 124我是三減預算二分之一 並凍結剩餘的預算 124現在的 陳明文委員是全數刪除 124你要不要 我現在是講124你有意見嗎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120 主張全數刪除 好我們全數刪除 來125有沒有意見 是 我拿到的是沒有改的是 對不起 報告一下124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這個不鏽鋼的這個材質 在我們的這個IGO團體那邊是有疑慮的 所以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做一個研究的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如果沒有這個預算的話不能研究我們就不知道這個嚴害對於不鏽鋼的鋼筒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建議這一部分 是不是三減裂五百萬 就減少一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進行這個研究 我知道 各位說明之後你們有意見嗎 我們認為因為美國已經研究過了 而且認為說這個東西他們研究的結果就是說這個就是會腐蝕嗎 那為什麼還要花錢去做研究呢 做美國已經做過的研究 說明一下 因為每一個地方那個空氣的含炎量每一個地方的這個地理條件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針對我們國家可能干涉的儲存地點做當地的環境的腐蝕的這個研究 你們已經決定要用304L現在才在做腐蝕研究 這是將來還是要用這些東西 沒關係 既然委員提出要刪除我們就刪除 我們尊重委員意見 好 一二五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就是三減二分之一 凍結其餘二分之一 三減二分之一 凍結一算二分之一 凍結什麼 好請說明 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是一直要執行繼續的這個工作 正在進行當中 我們建議是簡列兩千萬元 那不要凍結 因為這個持續一直在進行當中的工作 是不是讓我們繼續進行 你們正在進行的東西 我們很早 我跟你講 你們在世貿大樓開工廳後 我從早上參加到晚上 我從來沒有突襲過你們 你們的方法是錯誤的 那講了又講說破嘴 你們都不肯好好做 連朱立倫那個市長 都不准讓你們的那個 水土保持的那個證照發給你們 那現在我們也包括水土保持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都跟你們提過 你們現在的這些問題呢 你們不好好的去重新做新的計劃 你們用新的計劃 然後一直投錢下去 我們覺得說這根本就是浪費國家的那個 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我認為還是應該三解二分之一 凍結其余預算 你們那一天在進化出入的時候 請問大家會說明一下 就是說田委員的那個 那個部分呢 針對田委員的那個comment 直接回答 針對田委員comment 這些其實都已經做完了 就已經都已經進行到目前這個程度了 你如果這個沒有繼續做這些維護 做這些設備的這個工作的話 我們就前面所投資的這個幾十億就全部通通都報廢了 這個對國家資產來講 其實是不太好的事情 你們就用這種頭洗下去不可以 一直在威脅我們 那跟你們講說你們的髮型錯誤 你們把那個女生剪成男生的頭 男生剪成女生的頭 然後你們死都不肯改 然後就一直投資錯誤 然後逼全國人民接受 請問一下 就是說這個工程已經做完了 還是是說這個工程是在現在 已經到最後的尾聲了 好 所以你已經跟人家簽了約 然後也必須要付那個工程 就是合一而已吧 合一跟合二都在一起 你合二還沒有開始做咧 都有進行了 你合二還根本還沒有開始做 你最近才剛通過嘛 是啊 你不要混在一起談啊 你至少合二的刪掉啊 錯誤的設計就是錯誤的設計 今天不是藍綠的問題 連朱立倫市長 都不肯給那個人發給你們 隨途保持的政策 就表示那裡面有問題嘛 不是 田委員 這樣子 我剛才聽他的意見是講說 工程合約已經簽了 對不對 工程合約簽了之後 你就必須要去履約嘛 否則的話 你就會有違約的賠償的問題嘛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他是已經工程合約也簽了 人家也履行了 然後到最後面的階段的部分 你這時候把他的預算刪除掉之後 會不會就造成他違約啦 那我剛聽到你講 你講的是說合一的部分 那現在行政單位要很釐清的部分 田委員你知道我的那個 我大概聽你們兩邊講的意思是這樣 合二的部分 合二的部分 是不是工程合約也簽了 是的 工程合約也簽了 他們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就不管我們立法院的意見 然後我們就一直把那個合約一直簽下去 不是田委員 但是現在你已經合約簽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要他違約嗎 那個李委員 我不相信 請他們把那個合約簽的那個 詳細的那個 再拜託一下好不好 來我辦公室跟我報告 跟誰簽 簽多少 是 我們把這個資料馬上就送過來 這個簽約的資料馬上就送過來 這樣可以嗎 那我還是要維持這個嘛 你至少全數凍結啊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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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這樣子喔 田委員 因為你那個金額裡面 含了他可能要付款的部分 你凍結你全數凍結 你逼得他違約 你凍結他一部分 這樣可以嗎 凍結他一部分 讓他去跟你確認 就是他今天講的內容 那就凍結二分之一 可以凍結兩千萬這樣子 凍結二分之一 你至少還可以用到那個明年六月嘛 那你 你至少 那個時候 你如果跟我講清楚 我年底之前 我還可以那個 田委員也不會讓你違約嘛 你違約完之後 會有損害賠償的問題啊 你 你這樣子的話 你凍結多少 是你們 不會影響到你們 就是不會造成你們違約啦 簡單來講這樣子 凍結多少 不會影響到你現行的旅約 然後你有一段時間 去跟田委員報告 好 嗯 照理講我應該 凍結更多 沒錯 所以我讓他們說 我現在是凍結二分之一 凍結一億 凍結一億 那我們後面再來 一億是幾分之一 五分之一 凍結五分之一可以嗎 凍結一億 凍結一億 凍結一億可以嗎 那個 田委員凍結一億可以 那至少要凍結兩億吧 買啦 你現在的重點 二分之一到明年六月 不是不是 田委員 我的重點只在於 我其實 我的重點只在於就是說 你我們的行為 立法院的行為 不要造成他違約 那我也覺得他應該去跟你報告 簡單來講 委員有問題 你就要去釐清他的問題 因為委員每個委員 有每個委員的專業 好 所以我要拜託行政單位 要特別尊重一下委員的意見 好 那那個現在的問題是在於就是說 如果凍結一億的一個情況之下 田委員可不可以接受 那個李委員現在是這樣子 凍結二分之一至少他們還可以執行到明年六月 也不會造成他們違約的問題 就是剛剛符合你剛剛 我也尊重你的建議 我覺得你講的有道理 所以凍結二分之一他們可以履約到明年六月 那我的任期只到明年一月底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如果可以在我的任期內說服我 那沒有問題啊 我們這些連續性的這種工作 一下子凍結大量的話 我們的這個付款 我覺得這樣 我不是相處 我是凍結 我覺得那個田委員講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剛剛的那個意見 田委員也聽進去了 他沒有意思要讓你造成你違約 因為委員我們都知道工程案件 委員一定有損害賠償嘛 那不用講了 那全民買單更更傷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按照你的時程 那當然你去跟田委員報告 然後中間還要再拿那個時間 一個彈性的一個時間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能夠忍受的金額 那你剛剛講一億嘛 田委員講兩億嘛 有沒有可能在這中間 一億五還是怎麼樣子 那一億五千萬 一億五可不可以 好一億五好 那我們第一百二十五案 就凍結這個一億五千萬 然後報告後死得動資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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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現在進行一百二十六案 跟一百三十案 說明一下嗎 還是 是的 我們的這個 國外的 再處理計畫 在一百零四年 是 全數凍結 那麼我們有一個決策小組 來做這方面的處理 那一百零五年 我們想 這個一百零四年 因為還在凍結的這個狀態 都還沒處理嘛 那一百零五年 是不是仍然比照 我們全 繼續凍結 那麼等到 全數凍結 那麼到 因為刪除 後面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做討論 這個 決策小組 還是有他們的這個 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決策小組 那一百零五年 我們凍結的話 就是沒有決策小組 沒有做決定以前 這個 都讓他繼續維持在凍結的 這個狀態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有一致性 處理的一致性 以上報告 你們的決策小組是哪些人 回答一下好不好 前委員的 立法院的決策小組 專案決策小組 他目前還沒有做任何的決策 還在繼續處理當中 就是上次在王院長前面 做出那個結論那個 那田委員 那不是翁鴻君 當召集人嗎 那你們要去拜託他啊 怎麼可以說 那個決策小組 沒有做決策 所以我們都不能夠 動你們的預算 也不能刪你們的預算 就是這個預算 繼續凍結 就是這個預算 全部都繼續凍結 對 田委員 我聽懂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凍結的方式 他不介意 因為你畢竟立法院 已經成立一個專責的單位 會做監督 所以呢 他講 他建議就說 不要刪除啦 你可以全數的凍結啦 全數凍結 大家有沒有意見 還是要保留中間會 我們是 我們是 比較主張 刪除啦 你刪除之後 就會變成 那個 你把那個 那個原來專案小組的職權 也同步封殺啦 那個專案小組 根本就開不成會 也沒有辦法開會 開那個會 根本很像是開玩笑一樣 那那個 到後來那個主席都不知道 跑到哪裡去了 蛤 主席啊 對我們上次開會啊 就在那個 群選101 開到後來那個 主席招一場啊 叫我們找不到人 對啊 那一下又中 一下又中 在那邊 在那邊 耍性子說他不當主席 還有我們大家 拜託他坐上去 簡直是像一場鬧劇一樣 那你至少刪一半 動一半嘛 好 現在怎麼樣 那就刪二分之一 動二分之一 好 我們同意 同意一下 三一半 動一半 太好了 這個大家有能夠達成共識 不容易 那我們這個126跟130的部分 就是三二分之一 然後動二分之一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處理 第127案 126到130 126到130 是 沒有啊 127啊 對啊 127 現在127 對對 現在127 127 來來 127 127萬 127案 這一個案子呢 是我們要到 是到 請瑞典來給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所有的這個 中期處置的案子 到底符不符合國際的這個標準 這個是國際上面 一定要進行的這個作業 也是我們的法規的這個要求 然後 那現在如果 全數 我們 我們在這一部分 全數凍結 我們在執行上面 就會有 困難 所以 這是簽約了還是還沒簽約 簽約了 已經簽約了 104年 已經執行 900萬 所以 現在不 延續性的 你現在 凍結我們就會有困難 聽懂 他是延續性的 是 我也知道 那為什麼我還是要 全數凍結 因為 你們去請了瑞典的SKB 公司來幫你們做這些什麼 這個工程管理 怎麼樣做那個儲存的這個 但是呢 我拿到那個SKB 你們自己的核能新聞上面 為什麼我在這個 我的提案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美國跟日本 他們採的是水瓶放置 就是我們未來用過的核燃 要拿出來的話 這個動畫是水瓶放置 我去瑞士看的話 他們給我看了他們 未來的 怎麼處理的這個動畫 你們也知道 瑞士有那個 國家專責的這個 處理核廢的這個機構嘛 研究中心 也都是水瓶的 那你們現在 用的是那個 直立式的 那我們台灣常有地震 我拿到SKB的 他們自己的內部的公司的文件 他們也講說他們蠻不安的 因為瑞典 對不起 瑞典 瑞典幾乎沒有地震 但是台灣是一個常常有地震的 國家 他們對地震 沒有經驗 他們自己內部都承認了 那你們去找一個這樣子的 連SKB我覺得他們還蠻有這個職業道德 但是事實上他們還是接受了你們的委託 所以我是覺得說今天你們連委託的對象 你們連委託的對象都出狀況 然後你們自己在民國103年5月19到5月30 的那個報告就是你們到瑞典芬蘭 到瑞典芬蘭去考察放射性廢棄物的這個營運設施 你們的報告最後面你們自己講說瑞典芬蘭 目前用過的這個核子燃料 銅廢棄物罐的處置概念已經發展為經濟的水平主存 有可能取代垂直主放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自己去現場考察 花我們人民的納稅錢去現場你們自己做這個報告 我們也很認真看了 都講說應該要水平主放也比較經濟 然後呢美國也是美國事實上Yoka Mountain那個地方也不太有地震 他們也是水平處放 那日本因為常有地震他們也是水平處放 為什麼我們就一定要垂直處放 所以我認為說你們的這個整個 今天不是說不讓你們處理 我們也知道大家既然幾十年前蓋了核電廠 這些用過的人核燃料棒 大家要一起共同面對共同處理 但是你們所選擇的工資 你們所選擇的方法 總是漏洞百出啊 所以我才說應該全數凍結 應該全部做總體檢總檢討嘛 不然的話你們錢一直花下去 然後花到擬青尾故就跟我們說 啊我現在已經花多少錢啊 在完成啊 所以最後一筆錢也不能不給你 因為我們也這樣啊 好像切香腸 然後那個那個 每一次都是用同樣的禮物 說頭洗下去了 對不能夠不洗到底 對啦 但田委員 因為他是延續性的 延續性如果他合約裡面 他有給付期間的話 你現在不讓他給付 你給他凍結掉的話 到時候損害賠償 我們全民買單 我覺得也不妥啦 所以行政單位有意見要表達 是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這個研究評估的這個階段 沒有說要採取垂直還是水平 這個兩項都可以 就看我們將來的這種設計 如果我們將來水平的這方面 經過評估確實是比較好的話 我們當然也都可以採取這方面的這個處理 現在都還沒決定 所以這個不會說現在就決定才垂直的這個方向 那SKB公司 瑞典是因為他們比較先進 他們有一些經驗可以當作我們的一些參考 所以他來檢視我們 我們也不是說一定非要採取他們的這個技術不可 事實上以他們的技術而言 水平垂直都可以用 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這個一定要選擇哪一種 到時候也許就尊重委員的意見也不一定 所以這部分希望就是說 我們從來沒有做這方面的決定 那個李委員 那就凍結二分機請他到我辦公室報告好不好 因為我們等著讓他過了 他以後要被要放垂直還放水平 都隨他高醒怎麼可以 田委員我建議這樣子 凍結然後跟你報告 這個我絕對不反對 凍結多少的數額 我的前提是不能妨礙他違約 因為違約 不是不是不是 他要他這個是 他是要給人家的服務費 不是不是 這個這個不是這個不是 將來去製造什麼 來李委員我請教一下 這裡面五億嘛對不對 五千萬 五千萬裡面有多少是要去給SKB 還是全部都要給SKB的 是怎樣 多少錢呢你們要講一下 就是說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跟SKB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給SKB的嘛 是的 那我時候要給 都要給啊都要給 我懂啦我是說什麼時候 你是有分期還是是說 我們分段給 好那你現在會不影響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假設啦 假設你最後一期要給的是 是明年的五月我不知道啦 好我是舉例 那那你就你就說那段錢是多少 你就動那段錢 然後你在那個之前去跟田委員報告啊 那個聽說是分三年是不是 是的我們可以不可以先凍結五百萬 田委員五百萬可以嗎 分三年的話來李委員 如果是分三年的話 我就認為動三分之一 動三分之一可以嗎 因為我動的是你們 後年的那個嘛 可以嗎 好 那田委員他那個 從善如流啦 他就動三分之一好不好 好 我們一百二十七案的部分呢 是凍結三分之一 好 謝謝大家都很理性的討論 然後剛剛他說要到我辦公室來報告喔 好 那個行政單位對於每一個委員 他對於預算的使用的部分 還有編列的部分 有疑慮 都務必要到委員 要讓委員了解清楚 好 感謝 好 我們現在一百二十八案的部分 來行政單位先說明一下 這個也是延續性的一個 潛在母言的特性調查 這是針對我們全國所有的這個地質 進行調查 那這個調查 在104年一直要進行到108年 那現在的預算呢 就是必須要持續的進行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有很多委員擔心 我們這個最終處置場 會放在什麼台灣本島 或者大南澳 什麼之類的 事實上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個研究當中 然後就是在做調查 調查之後 這些地質的資料是可以讓我們全國來應用的 因為你把很完整的這個資料庫都建立了嘛 那跟我們的這個其實是後續的這種選擇 其實是兩回事情 以上報告 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可以簡列一千萬 那其他的請讓我們持續性的進行 來 田委員 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預算 我認為說 我為什麼認為要全數凍結 因為第一 我們之前在質詢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說 沒有沒有我們現在都沒有在做調查了 第二點呢 這個 所以像我們經濟部有中央地質調查所 這個前調查所所長要退休之前 我有一個機會遇到他 他就跟我講說他長期都有在做啊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另外編錢 編預算再來做這樣 一億多耶 都是人民的納稅錢耶 好 為什麼會有地質所的所長 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的地調所所進行的是 比較大範圍的 他所做的這個地質的部分 跟我們所做詳細的這個母研特性調查的部分 所做的這個範圍不一樣 如果是地調所可以做 我們當然就不用做了 那我們這一部分做出來的 是可以讓地調所將來有更多的這個database 所以是其實是對我們國家是有利 這個錢是絕對不會白花的 好 那個怎麼樣 田委員跟葉委員 我記得這一屆立委 我們剛上任的時候 蕭美琴委員 就接到花蓮地區的原住民的投訴 說台電在那邊做調查 所以他當時陪著這原住民的長老到立法院來開了記者會 那當時台電就說他們不會再繼續做這些調查 那你的意思是 你們跟我們立法委員講的話都親在公共可以哄就哄 可以騙就騙 然後你們現在化整為零用委託調查的方式繼續下去做嗎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 我說明一下 就是當時我們停止這個轉探 就是不在專警 那因為專警會 大家會以為說 就要在那一邊就要開始做這個最終處置 那我們怕引起民眾的疑慮 所以我們所有的專警 專探的工作就一律停止 我們用其他的 比如說一些地面雷達 我們一些比較衛星的這一部分的這種方式 仍然在進行研究分析的這個工作 專警的這一部分 我們絕對遵守我們的諾言 就不會再進行 但是其他的這個研究的工作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這一部分 這是對我們國家有利的 可以建立更多的這個地址資料 所以我們還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是按照法規的 這一定要進行這方面的作業 我們不做作業的話 這個就會做委託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回覆那個蕭美琴委員的 那個時候是講專警的部分 跟這個的調查 他不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對蕭委員的回覆呢 也沒有不實的情形 我想要了解一下 他們你們這個 潛在處置母研特性調查 已經進行幾年了 來回應一下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這個從94年開始 已經持續到現在 你們每一年花多少錢 報告大概每年大概是 大概1億左右 就是在 大概這個數目 差不多這個數字了 已經10年了嘛 是不是 是 所以工作性質的一個目標 會有增減這樣 10年你們花了 也差不多10億了嘛 那你們要花到什麼時候 報告就是我們 到106年會有一個 這個階段的一個目標 就是會有一個 2017報告的一個呈現 那就是過年是不是 是 那你們現在研究的結果 應該差不多有一個成果了嘛 就是 每年都會有一個初步的 一些成果 會呈現 然後也是 都會集結 然後 給那個主管機關 定期的一個成果報告 是 圓人會 所以你們到106就會 這個 最後的成果報告 就會去選定說是哪裡 是不是 沒有沒有 現在還是一個 全國性的一個地址的一個普查 你們花10億 不過條員 我覺得這個地方 因為他地址 尤其台灣是在地震代嘛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就是說他的那個 做出來的調查 不管 將來是在這個 這個處置計畫也好 或是整個台灣的那個 地址的這個了解也好 其實他都有他的 都有幫助 主席 來我請問一下 他94年就開始在這種特性調查了嘛 那麼 調查的幾個地點 可不可以給委員會知道 這邊 報告一下 整個調查 我們大概全國性的 包括台灣 還有整個 整個我們國家的領域 那整個地點是整個是有包括我們台灣的西南部 還有我們台灣的整個東部 還有我們的相關的領域的海域 像澎湖啦 金門馬祖 這就大概都還有涵蓋 所以是全面性的 以上說明 總是有個點嘛 我現在問的是點嘛 有幾個點嘛 我們是 這個點是整個全面性的都要做 不能說 我問你幾個點了啦 幾個點了 先全面性調查完畢以後才有進行可行性的分析 才會就點這部分來做更詳細的調查 所以現在還沒有產生點 但是這個 母言特性 這是有一個區域性 不是全台灣或者什麼海域怎麼樣 我們要先從全台灣的母言 所有的這個地層都要先調查完畢 才能知道說我哪一邊有什麼樣的母言 什麼樣的母言 他們特性是怎麼樣 這樣逐漸呈現出來 所以花的時間很長 這個要 從94年到現在 對對對 也十年了嘛 對不對 因為喔 要慢慢的 地下的東西喔 非常難處理 那非常難看 那完成了幾處的調查了 母言的這個特性調查完成幾處了 如果我們以分區域來說的話 大概是五個區域 就是外島的部分 我們的北部 東北部地區 我們的西南部地區 我們的這個東部 沿岸 那還有一些 就是在北部的這個地區 一共大概可以分為五個區域 來做廣面的調查 這個五個區域 可以給委員會嗎 是的 可以 可以喔 是是是 那就提出來好嗎 好的是 是我們補充這個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部分 兩位委員覺得怎麼樣 一位委員跟田委員 我覺得至少要凍結二分之一 因為他們一直做一直做 那委託的那個到現在 你過了兩年就要提報告 你到現在 根本是瘋瘋瘋瘋瘋瘋 我們只要對於適合啊 那你前面花了那麼多錢 到底在調查什麼 這一些喔 全面性的這個資料 非常豐富啦 那我們 你 針對 針對 針對問題 對我們的這個付款 會產生困難 那動結多少 我們能不能動結一千萬 一千萬可以嗎 你是一億耶 一億三千八百萬 對一億三千八耶 動結一半你們至少可以到 做到明年六月 那冻结 3850万 好 他把那个余额的地方 3850万 就是删除 删除他有困难 因为他跟人家签约是多少钱 就多少钱 李伟源我们预算还没有过 他不应该跟人家签约 因为他有接续性 他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他不是一个新的 他是一个接续的 所以怎么样 你们长期都跟谁 你们长期都委托谁 跟工研院 那他有这方面的特殊的 这个专利跟技术 不止吧 不止工研院吧 这部分是工研院 他才有这部分的这个技术 好 可不可以冻结 这个3850万 至少冻结5000万了 5000万可以吗 真的有困难 来 拜托一下 多少钱 需要的这个资料 我们都可以提供 因为他进行当中 可不可以3850万 可以吗 我尊重天委 没有 没有我们本来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是多少 二分之六千多 冻结三分之一 好了三分之一 冻结三分之一 你们可以接受 好 好 OK 我们128案就冻结三分之一 来 接下来我们129案 我们有没有给人家便当 有 我们建议 我们建议 简列500万 让他持续进行 那这个也是一个 持续进行的这个计划 这个是和言所进行的 从104年到108年的部分 可以吗 那业委员 129案 行政单位说 冻结500万 可不可以 这个是要给和言所的吗 那我意思是说和言所被 你们认为和 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和言所 专业啦 和言所是国家的这个机构啦 但是你们在这个水平处放跟那个 直立式垂直式处放上面 和言所进而完全没有意见 那他在专业什么 他比一个人家瑞典的那个商业公司还不如啊 好 怎么样 报告五言 那和言所我们在那个2009的时候 有出一个2009报告 那就这个水平跟垂直的部分都有探讨 那如刚才所述 在107年的时候 也会针对这个垂直跟水平 会做探讨 那但是现在都还 还在做一个评估当中 以上 可不可以 那你们台日高放研讨会上面 在那边大谈那个107年 你们要要交出来是要采取垂直式啊 没有 不会 我们没有做任何结论 那个都是讨论的过程而已 所以两边都会做一些研究 因为现场有日本的专家还特别在问说是垂直式的嘛 他们也觉得蛮惊讶的啊 那这个事情还讨论那么久 在研讨 对 我去过你们合一厂 看过你们的那个主唇筒 那个非常高啊 那个地震的时候都倒下来不得了 来怎么样 那我们当然都会都会检讨啦 那在技术上面我们会分析说水平啊 或者是垂直哪一边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就由专家来进行 说老实话 我们其他的这个 不是这方面领域的这个 我们其实到最后都要尊重这个专家的这个意见 对 田委员他这边只是在评估啦 评估 评估让他做吧 评估 评估不让他做的话 到说安全性啊 什么妥适性啊 不是都没有依据吗 主席 我请问一下 他这个 研究 不晓得从哪一点开始了 我想不是今年才编译算吧 好 来回答一下叶委员的疑虑 这个都是一样都是长时间 我们从 94年到104年 就是我们以前都已经进行十年的这个研究发展的工作 那这一部分我们随着同步 世界各国他有发展出来的新的技术 像日本啊 我们就跟他日本取得新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美国也是一样 那欧洲各国他们都有新的技术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随时进行这个发展研究的工作 那这个从94年就已经开始在这个评估研究了 那么到现在也十年了 那合研所总是应该有一个很很明确的一个结果出来啊 是不是 是 跟叶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所有的总全部的这个结果是在106年 会把全部的报告交出来 那这个我们就叫做2017的这个报告 那这里面就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那涵盖的地点所做的分析 牵涉到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力跟这个仪器设备 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这种研究未免那个效率太差 花10年都没有结果 我很不以为然 真的我很不以为然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这种没有效率呢 我们就是在那些统计而已 没太过嘛 对不对 那到现在垂直水平哪一个好哪一个坏 那我们天委员一直都在请你们说清楚嘛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是 包括委员 这个研究工作 世界各国都在进行 花的时间其实都一样 像欧洲的话 他们也是花20 30年的时间 才能够把地底下的这个详细的地址资料 把它查清楚 我自己本人到芬兰去 它里面每一条 每一个岩石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个西风有多少的什么样的这种含量 这个实在是花很长的时间 那为了要安全 所以大家投资这么多的这个时间跟进行上面 这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那个盒子燃料 它的影响不是只有当代而已 所以它的安全性 平常讲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地址的情况 还有这个相关的评估的部分 尤其是它现在已经到尾端 到尾端的时候 如果万一这个最尾端的部分 做得不详实的话 那它前面这个前几年 九年做过来的这个东西呢 可能它的这个报告呢 就不精准 我觉得是到它最后尾端的时候 然后金额八千多万 相对应其他的算是比较小的啦 所以是不是这个可以让他过 还是是说有顾虑的话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进行 我觉得既然已经到尾端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这个必要啦 否则报告出来是错的 前面花的钱 那就跟强领案冻结三分之一好了 终结三分之一可不可以 不行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你们的合研所 在今年的10月20到10月23号 在美日那个高范会议上 去给人家报告还是直立式的 它不是说垂直式一个方案 直立式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时间到12点嘛 所以我们延长开会时间 我先宣布一下 到处理完 你看美国也是水平式的 我刚刚听他讲的 他没有反对水平式 他是讲说 他是讲说要垂直还是水 我看不见那个图 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做最后决定 应该是两边 对我看不见那图 那种 抱歉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们还没有做决定 在今年10月的这个 台日高范研讨会上 合研所做的报告 应该是两个方案 而不是就是直接做 那个垂直式的嘛 是不是 用一般日常的 就是说你还没有决定的 一个情况之下 水平式跟垂直式的评估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摆进去里面 他会摆进去 田委员 他会摆进去 他说他还没有决定 那他final的报告出来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评估的 到底是水平式还是垂直式的 他摆进去 他们行政单位承诺会摆进去 好那我同意那个业委员的提案 好冻结三分之一 是 可以吗 好可以 那把那个 等一下等一下 行政单位可以还是不行 没问题啦 我的问题就是说 冻结一千万可以吗 三分之一 你可以做到明年九月 是何研索 明年九月的话 现在过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所以 那个洞解冻啊 很简单 没有解冻你还是要报告 你不是随便东西丢了之后要解冻啊 哪有这种事情 然后把那个 今年那个十月台日高方研导会的 那个 资料 干脆都把它删掉啦 资料交出来 真的干脆就把它删掉了 确定删掉 那你就违约哦 违约就全民付赔偿责任 这样比较快啦 这样比较快 他现在已经做十年了 他总是要有一个水瓶跟锤子的报告 他答应了 他答应在你最后的时候要加进去水瓶或 可以先动一下也不是不给你啦 现在是动多少 那个说明呢 把它写清楚 把锤子跟那个都把它放进去啊 那要不要做一个 李委员 做一个决议 做一个决议 好不好 你就写一个组决议出来 我们一起提 然后把那个锤子的跟那个水瓶的全部都把它放进去啊 对啊 这样可以 对对对 你两项全部把它放进去啊 就给 没关系我们两个都把它放进去 水瓶也放进去嘛 好 那就不冻结 天委员 那就没有冻结的问题了 就没有冻结了 做主决议 好 做主决议 不过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 要不是我们提到这边预算审查的时候 逼他讨论了 他们还是继续做垂直式啦 这个不应该 所以有可能的方案都应该 就把它修正的报答出来 对对 赶快写一下 那个孝辞可不可以拜托一下 你们的那个决议赶快 赶快写一下 好不好 好 那行政单位同意 OK 好 那我们129案就不冻结 不冻结 接下来131案 来行政单位 131案 遵照 照案通过 132案 我们能不能讲一下 三个月 已出来 并于三个月内将检讨报告送立法院 并于三个 并于三个月内 好 我们132案修正通过 接下来我们133案 105年度地方产业发展基金预算 133案 我们行 因为这个案子是针对我们105年度的预算 是针对今年我们已经核定给地方政府的 我们要明年要用在允许的辅导案 可不可以不删减 叶委员 好了 OK 好 所以我们133案是预算照列 134案 134案是要冻结500 我是跟前面那个案子一样 就是不要冻结 我也跟陈明文委员也报告过了 好 那个行政单位表示跟陈明文委员都公通过了 所以就预算照列 孝辞你要确认 不然到时候 上次我被K 135案 135案跟前面两个不太一样 它是要给地方政府的 所以你如果冻结2000万可能就会影响 没有一件照列 一委员 可以 OK 好 135案我们预算照列 然后我们现在谈决议的部分 136案 行政单位有没有一件 好 我们136案照案通过 137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好 137案我们照案通过 138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好 138案我们照案通过 139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我们139案照案通过 140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143案照案通过 141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我们141案照案通过 143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143案照案通过 143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我们143案照案通过 144案有没有一件 中再办理 140案照案通过 145案有没有意见 145案照案通过 146案有没有意见 146案照案通过 我们现在宣读协商结果 145案照案通过 本院的同仁还是行政官员都很辛苦 便当发一下可以先请用 我们现在请宣读协商结论 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 105年度经济作业基金预算 第一案处理如下 第一案不予通过 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部分 第二案至第九案均不予通过 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的部分 第十案至第十五案均不予通过 第十六案管理及总务费用 原题案简列一千万元 修正为简列五百万元 科目自行调整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部分 第十七案第十八案均不予通过 决议部分第十九案至第四十七案均照案通过 第四十七之一案照案通过 水资源作业基金部分 第四十八案不予通过 第四十九案第四十九之一案 第五十案至第五十四案均不予通过 决议部分 第五十五案至第五十九案均照案通过 第六十案不予通过 第六十一案至六十四案至六十四之一案均照案通过 经济特别收入基金部分 第六十五案第六十六案至第六十七六十八案均不予通过 第六十九案至第六十七十案并案处理 以第六十九案为主 修正为冻结五百万元 报告后使得动之 并做决议一项 如下 一百零五年度推广贸易基金 为我国加入TPP及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 编列三千五百万元广告费用 原要求基金部国贸局就广告计划的细项内容 宣传方式及计划进度规划 因公开透明其进度及内容 并提出说明 提案人杨琼英 黄道顺 叶金林 修正后通过 第七十一案及第七十二案并案处理 以第七十二案为主 修正为冻结一亿元报告后使得动之 并做决议一项如下 经济特别收入基金 推广贸易基金 推广贸易工作计划 服务费用 专业服务费向下编列 委托培训国际企业经营班 二亿三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元 要求应针对中南部增设国企班 应至少配置七千二百万元之预算 并应将预算配置及执行情形 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状案报告 提案人 叶金林 邱毅盈 陈明文 高志鹏 苏正清 黄昭顺 杨琼英 林黛化等委员 修正后通过 第七十三案 七十四案 第七十五案 第七十六案 均不予通过 第七十七案 第七十八案 第七十九案 并案处理 以第七十七案通过 照案通过简列二十五亿三千七百九十九万一千元 第八十八案 不予通过 人员研究发展基金的部分 第八十一案不予通过 第八十二案至第八十六案 均不予通过 石油基金部分 第八十七案 第八十八案 八十八之一 八十八之二 八十八之二 均不予通过 第八十九案 修正通过 修正为冻结五分之一 后修正通过 第八十九之一 第八十九之二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二之一 均不予通过 再生人员发展基金部分 第九十二之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三之一 第九十四案 均不予通过 决议部分 第九十五案 至第一百一十四案 均照案通过 一百一十四之一 一百一十四之二 均照案通过 核能发展后端营运经金部分 第一百一十五案 至第一百二三案 均不予通过 第一百二十四案 照案通过 全数删除 第一百二十五案 修正通过 修正为冻结一亿五千万元 第一百二十六案 修正通过 修正为简列 第一百二十六案 与第一百三十案 并案处理 以第一百三十案为主 原提案是全数删减 修正为简列二分之一 其余冻结二分之一后 照案通过 第一百二十七案 修正通过 原提案全数冻结 修正为冻结三分之一后通过 第一百二十八案 修正通过 原提案全数冻结 修正为冻结三分之一后 修正通过 第一百二十九案 不予通过 但做决议一项 就是将第一百二十九案的 原提案内容 在倒数第二行 提案全数冻结之后的 文字删除 修正为 要求应针对水平置放 及垂直置放 一并评估 并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提出状案报告后 修正通过 第一百三十一案 已与一百二十六案 处理 决议第一百三十一案 第一百三十二案 第一百三十一案 照案通过 第一百三十二案 修正通过 在倒数最后一句的时候 并将检讨报告 自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修正为 并于三个月内 将检讨报告 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地方产业发展基金的部分 第一百三十三案 至第一百三十五案 均不予通过 决议部分 第一百三十六案 至第一百四十六案 均照案通过 协商部分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议员 哪一个 好 请问各位议员 有委员提修正动议 及提案的部分 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 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呢 均照列或随同调整 请问有无异议 没有 好 没有异议通过 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呢 文字授权主席 以及议事人员整理 议程所列讨论事项 均以审查完俊 本日议程处理完毕 散会 除了 感谢观看